第4481章大胆的猜想 清悦堂主明知故犯 实在可恶至极 待此事平息之后 定要狠狠惩处他 四殿主痛使清悦堂主的罪行 十分愤慨 但他的话锋一转 又继续说道 不过 如何惩罚清悦堂主 可以待事情结束后在意 当务之急 我们得让双方尽快停战 以免事态继续扩大 而且 我们又不能表现得太心急 那般若绝不是愚笨之人 之前二殿主亲自去七月山邀请他 态度颇为清静和热情 恐怕他已经生出了一心 现在 我们若是下令让清悦堂先停战 凭他的聪明才智 并会猜到我们有求于他 今后他占了主导权 我们再想让他配合 恐怕就很难了 很显然 空明神殿既想利用般若神帝 和他麾下的数万将士 但又不想让波尔神帝觉得 他和麾下的将士们很重要 可以当作法马跟空明神殿谈判 几位殿主都沉默了 私存着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 既不能让事态扩大 还不能让波尔神帝看出端倪 这实在太难了 最终 还是大殿主拿主意 与其威严帝说道 三殿主 四殿主 你们二人去找到波尔 与他当面说清楚这件事 然后 你们与他同时下令 命令清月堂和他的舰队停止厮杀 至于谁对谁错 要等神殿调查清楚之后再行问责 几位殿主都是明白人 大家都清楚 责任在于波尔舰队的将士 但大殿主这样说 无疑是想和悉尼 给波尔神帝一个面子 不会太过严厉 大事可以化小 小事可以化了 为了那的伟大的目标 空明神殿可以做出适当的让步 波尔神帝正在犹豫和权衡 到底要不要找几位殿主 就在这时 他的神是探查到 有两位神帝从各自的神宫中飞出 朝着他所在的位置飞来 既然是神帝境的强者 那不用多想 必然是空明神殿的殿主 看到两位殿主出现 波尔神帝暗暗松了口气 终究是对方沉不住气 先来商议停战之事了 如此也好 不管谁先让步和开口 都能尽快平息此事 片刻后 两位殿主来到了神宫大门外 自有护卫们来禀报波尔神帝 波尔神帝也不耽搁时间 连忙带着赤霞神王 赶往会客大厅 与两位殿主见面 双方会面之后 免不了一番寒暄和介绍 这是波尔神帝第一次见到三殿主和四殿主 两位殿主的态度很矜持 不像二殿主那么热情 寒暄结束后 两位殿主便直入正题 开口说道 波尔神帝 想必你已经收到将士们的传讯 知道七月山发生的事情了 因为一些误会 拟禁队的将士们 和清月唐子明发生了矛盾与厮杀 双方都没能保持克制 导致事态愈演愈烈 最终发展成大规模的厮杀作战 两位殿主的言辞很直白 一点也不委婉 波尔神帝皱了皱眉头 面无表情地反问道 事情本地已经知道了 两位殿主来找本地 是来兴师问罪的 在不清楚两位殿主的态度和立场之前 他当然会表现得强硬冷漠一些 两位殿主连忙摆手摇头 解释道 波尔神帝误会了 事情的具体原因和过程尚未调查清楚 还谈不上谁对谁错 自然也谈不上心师问罪了 我们坐镇于此 离七月山实在太远 在此分辨谁对谁错 并无半点意义 我们此来 是想征询你的意见 波尔神帝的脸色缓和许多 微微汗手道 两位殿主做何打算 不妨只说 三殿主干脆利落地达道 你与我们同时下令 命清月堂和你麾下的将士们停战 四殿主紧跟着解释道 因为一些误会和矛盾 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厮杀和伤亡 实在太不明智了 而且 你和你麾下的将士们 也是空明神殿的一份子 如此同事操歌 实在令人痛心 对神殿来说更是巨大的损失 波尔神帝心中的一缕担忧 就此消散了 他点点头道 不满两位殿主 本帝也是这般想法 方才正打算去寻你们 与你们商议这件事 两位殿主露出了微笑 纷纷点头表示赞赏 波尔神帝能声明大意 为大局考虑 本座深感欣慰 既然事情说开了 你也同意停战 那我们就不必浪费时间 立刻传令吧 众人都心知肚明 他们多耽误一席时间 西越山那边的战场上 就多几个将士和子民被杀 事不宜迟 双方的意见达成一致 便立刻拿出传讯预警 当面传令 刷 两位殿主率先发布命令 传讯预警化作一道流光 迅速消失在天际 片刻后 传讯预警就会抵达清月堂主的手中 这时 波尔神帝也发出两枚传讯预警 分别发给左元帅和石元帅 刷 传讯预警飞出神宫 迅速消失了 三人对视一笑 心情都舒畅了许多 两位殿主对波尔神帝欠身一礼 微笑着道 既然此事已经达成共识 那就让双方停战之后各自休养 明天神殿将举行仪式 欢迎你加入神殿还请你做好准备 待你加入神殿与我们共识之后 我们再来收拾残局调查和处理这件事 波尔神帝点头表示同意 道好让几位殿主费心了 随后两位殿主行礼告辞 离开了这座神宫 波尔神帝让赤霞神王去送客 他离开会客大厅 回到书房中静静地私存着 三殿主和四殿主明知道这件事的起因 在于本地麾下的将士们 错在我们 可他们并没有心事问罪 反而一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态度 他们这是给本地一个台阶 也想平息这件事 看来 空明神殿对本地和将士们有所企图 且图谋很大 波尔神帝暗暗琢磨着 又联想到二殿主曾经说过的永生之谜 脑海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能让空明神殿如此费心 甚至忍气吞声的 大概也只有永生之谜了 难道说 本地和麾下的将士们 是解开永生之谜的关键 第四千四百八十二章想停战 波尔神帝和几位殿主发出传讯之后 便在神宫中等待消息和回馈 另一边 波尔舰队和清月堂的厮杀大战 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清月堂只剩下一万一千多个子民 仍然排列着战阵 依靠着荒谷长卷和三大神器 分担大部分的压力 饶是如此 精疲力尽的清月堂子民们 斗志被消磨大半 战斗力也大幅下跌 还是顶不住波尔舰队的反击 已经有三千六百多个子民 陆续被波尔舰队轰杀了 每一席时间 还有耗尽神力支撑不住的子民 惨死在漫天光柱和刀光剑影之中 粉身碎骨 清月堂主和两位护法 几位长老 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脸色煞白 浑身都被冷汗湿透了 虽然 他们战时还没有受伤 但他们的神力消耗极大 心神也受到震荡和创伤 战斗力正在逐步下降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最多再坚持半个时辰 也会力量耗尽 彻底败退 到那个时候 清月堂主和几位护法 长老们坚持不住了 麾下子民们将会一败涂地 他们只能选择退回七月山 而且会被波尔舰队追杀 一路死伤惨重 反观波尔舰队 始终都处于全力进攻的巅峰状态 之前的厮杀大战 只有十艘神剑被摧毁 八百多名将士被轰杀 对整个舰队来说 这点伤亡无伤大雅 反而更激发了数万将士的血性和杀意 使得众人士气高涨 声威大震 有那么一瞬间 左元帅都不想停战了 很有继续打下去 攻占七月山的冲动 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 权衡利弊之后 觉得这么做无力可图 反而会让双方的关系彻底崩掉 所以 不惹剑队占据上风 尽量减少伤亡就好 等到不惹神帝的命令下来了 他还是要遵命行事 总之 既要让清月堂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又不能把清月堂打垮 就算以后双方和好了 清月堂在不惹剑队的面前 也是矮上三分 放低姿态 不惹剑队必须是胜利者 清月堂只能是失败者 不知不觉 一刻钟过去了 不惹剑队又轰杀了两百多个清月堂子民 清月堂的士气再次下跌 军心还是动摇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两枚传讯预检几乎同时抵达不惹剑队 飞到了左元帅和时元帅的面前 虽然 两人都不明白 不惹神帝为何给他俩同时发来传讯 两枚传讯预检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不同 但不惹神帝这么做 自然有他的用意 而且 这也能证明他公平公正 毫无偏袒 且对两位元帅都保持信任 持元帅怀着满腔期待 开启了传讯预解 聆听不惹神帝的命令 他很想知道 不惹神帝是不是对左元帅很不满 甚至很愤怒 而他之前汇报情况时 早就把自身洗得清清白白 多半不会受到牵连 若是波惹神帝对左元帅失望 甚至下令延长 那他以后就能更得波惹神帝的信任和器重 然而 当时元帅听完波惹神帝的传讯 不禁有些失望 波惹神帝只是下令舰队停止进攻 并且命令舰队撤退到安全距离 尽快治疗和安抚将士们 对于左元帅的过失 波惹神帝并未多说 只说了一句 待事情平息和调查清楚之后 再进行惩处 时元帅很聪明 从波惹神帝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些东西 首先 波惹神帝对于这个意外的发生 是非常愤怒和失望的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波惹神帝的关注点 并不在事情因谁而起 又该严惩谁 他更在乎的 是清月堂的态度 和这一战的输赢 他的观点很明确 双方可以停战 但必须是波惹舰队 占据上风的情况下停战 无论如何 不能弱了他的威名 让他以后在空明神殿 没有地位和威性 这一点 也在时元帅的预料之中 很符合波惹神帝的性格 但他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终究还是有些失望 另一边 左元帅怀着满腔忐忑的心情 表情复杂地打开了传讯预解 他心知肚明 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并会影响大局 尤其是会影响波惹神帝的计划 无论波惹神帝发多大的火 用多严厉的刑罚来惩处他 他都有心理准备 但左元帅听完波惹神帝的命令之后 却是当场愣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波惹神帝只是语气冷淡 严厉了些 主要是下达命令 顺代提了一句 事后再来惩处有错之人 甚至 波惹神帝都没有点左元帅的名 也没有对他发火 这让他颇为惊讶 心中也很是感激 对波惹神帝愈发尊敬和佩服 他按下决心 待这件事平息之后 并要主动向波惹神帝请罪 真诚地毁过 随后 他郑重地收起传讯御解 用神事联系时元帅 两位元帅并未多说什么 确认了波惹神帝的命令之后 便开始执行 很快 他们就把波惹神帝的命令传达下去 经由各位神将传达到将士们的耳中 三百多骚神剑和数万名将士们 开始井然有序地减少火力 逐步停止进攻 并徐徐向后撤退 与此同时 清月堂主也收到了几位店主的传讯 开始执行停战的命令 尽管 清月堂主再三说明 让麾下的子民们逐步减少火力 井然有序地撤退 但这些人的战斗经验不足 再加上自身非常疲惫 神力十分空虚 以至于 停战的命令下达之后 很多子民都骚然减轻火力 甚至直接停止进攻 如此一来 清月堂的防御力瞬间衰弱七成 自然是伤亡惨重 短短几个呼吸之内 就有上千个子民门 在波尔舰队的狂轰滥炸之下 灰飞烟灭了 清月堂主看得心痛万分 愤怒的目自欲裂 恨不能把波尔舰队的人碎尸万段 但是以至此 他只能以大局为重 强忍着怒火 指挥子民门逐步停战 眼看着 清月堂和波尔舰队都表露出停战之意 一直躲在暗中观察情况的季天行 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第四千四百八十三章都封了吗 季天行的目标 就是让清月堂和波尔舰队互相残杀 让双方彻底决裂 最重要的是 让波尔神帝无法加入空明神殿 放上这个强大的靠山 眼看他都成功了八成 却在最后的关头 双方要停战了 那怎么能行 正好 清月堂主为了掩护子民门撤退 尽量减轻伤亡 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催动荒谷长卷 爆发出强大的威力 轰 荒谷长卷汇聚百万里天地之力 凝聚一道遮天蔽日的双重屏障 保护着一万零八百个子民 同时 荒谷长卷还释放出数百道洪流光柱 狠狠轰向波尔舰队 抵挡神剑的炮轰 正常情况下 清月堂主很难伤到波尔舰队的神剑和将士们 只能抵消对方的攻击 确保麾下的子民安全撤退 淡季天行果断地抓住机会 暗中释放出强大的神力 混合在漫天神光与刀光剑影中 狠狠轰向波尔舰队 在所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荒谷长卷释放出的神通攻击 威力暴增了好几倍 轰龙 砰砰砰砰 数百道五彩洪流 犹如开天辟地的利剑 狠狠轰中了波尔舰队 至于那这天闭日的数万道刀光剑影 倒是没多大的威力 也很难对波尔舰队造成威胁 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中 波尔舰队的防御光照 直接被轰得四分五裂 蹦出了漫天碎片 更有三千多名将士 被五彩洪流淹没 当场粉身碎骨灰飞烟灭 还有十几艘神剑 也被威力恐怖的五彩光柱击中 被轰得支离破碎 变成一片碎片残骸 眨眼间 波尔舰队就折损了四千名将士 和十六艘战舰 如此惊人的一幕 不但让左元帅和十元帅傻眼了 就连清月堂主和几位护法 长老们 也全部惊呆了 左元帅和十元帅等人 目自欲裂地瞪着清月堂众人 情不自禁地咆哮到 该死的混账东西 之前一直藏着 直到此刻要停战了 才趁我们不防备 动用那件神奇的底牌绝技 清月堂主这个阴险卑鄙的小人 眼看双方要停战了 竟然给咱们来一记狠的 这绝不能忍 本座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痛快 必须以牙还牙 在两位元帅看来 清月堂主压抑了很久的怒火 一直想找机会反击 但波热舰队之前全力进攻 清月堂主就算动用荒谷长卷的杀招 也很难重创波热舰队 只有在双方停战和撤退之际 波热舰队不防备 清月堂主才能偷袭成功 这简直太卑鄙 太混蛋了 于是左元帅和石元帅同时下达命令 让将士们暂停撤退 全力以赴的进攻 务必将清月堂打垮 甚至 他们要逼得清月堂主任输求饶才解气 反正波热舰队也表明了态度 双方可以停战 但波热舰队必须打出气势 绝不能吃亏 杀 宰了清月堂的卑鄙小人们 冲啊 顿时 波热舰队中又响起了愤怒的咆哮和喊杀声 数万将士和三百多艘神剑 再次全力猛攻 清月堂那边 清月堂主和几位护法 长老们 总算回过神来了 看到荒谷长卷造成的恐怖杀伤力 众人都满腔惊恶 情不自禁的您难道 天哪 荒谷长卷的威力竟然如此强悍 这肯定是荒谷长卷隐藏的杀招吧 之前怎么没见堂主动用呢 是短时间内只能使用一次 还是堂主故意留到最后 趁波热舰队不防备 才给他们一记重创 别说几位护法和长老 就连清月堂主也是萌的 看了看手中的荒谷长卷 又看了看伤亡惨重的波热舰队 就在这时 沃尔舰队中传来惊天动地的喊沙声 三百多艘神剑的神袍 又亮起了璀璨的神光 释放出了曝天盖地的五彩光柱 数万名将士们又重振起鼓 杀气腾腾地施法进攻了 正在停战和撤退的清月堂子民们 顿时感到巨大的压力 仿佛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一时间 无数子民都有些慌乱 清月堂主和几位护法 长老们 也是心中咯噔一下 暗叫大事不妙 完了 不惹舰队的人被惊悟 要跟我们拼命了 可恶 不是说好了停战吗 他们怎么像疯了一样 大家别愣着了 快指挥所有人 全力抵挡啊 清月堂主无暇多想 只能全力操纵荒谷长卷 竭尽所能地凝结防御光照 保护麾下的子民们 很可惜 清月堂子民们的战斗经验不足 哪怕手忙脚乱的再次施法抵挡 也为十一万 收效甚为 最重要的是 在不惹舰队全力反击的同时 唯恐天下不乱的既天行 又趁机火上浇油 他又悄然释放了数千道神光 混在漫天刀光剑影中 杀向了清月堂的子民们 砰砰砰 砰 砰隆隆 下一杀 数万道神力光柱和刀光剑影 淹没了一万零几百个清月堂子民 爆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先是荒谷长卷凝结的防御光照 当场被轰得支离破碎 怦然爆炸 紧接着 众多子民被刀光剑影淹没 无数人被绞杀成血肉碎块 响起了漫天惊呼和惨叫声 这一刻 清月堂主和几位护法 长老门既愤怒又无奈 双眼都变得一片心红 他们无法相信 不惹剑队全力反击时 竟有如此恐怖的杀伤力 只是一个照面 就有两千多个子民 在漫天神光中惨死 化作灰烬与尘埃 更有一千多个子民被打成重伤 鲜血淋漓 惨不忍睹 还有两位长老和几名执事 也被当场轰杀 尸骨无存 自从双方开战以来 之前厮杀了那么久 清月堂才损失四千多个子民 而这一席之间 清月堂就损失了两千多人 还有一千多人丧失战斗力 这简直太可怕了 众人的脑海中 都闪过了各种念头 不惹剑队的人疯了吗 难道他们之前也在藏着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战斗力 太可恶了 这帮卑劣歹毒的入侵者 竟然如此凶残地屠杀我族子民 此仇不共戴天啊 实在是欺人太甚 纵然违背几位殿主的命令 我们也必须为死去的族人报仇 第四千484章两败俱伤 清月堂死伤惨重 幸存的子民们都愤怒地抓狂 清月堂主和几位护法长老们都抱走了 八千子民都愤怒地咆哮着 被激发了强大的潜力 原本众人都力量耗尽 非常虚弱了 此时却斗志昂扬 杀气冲天 另一边 不惹剑队的人却当场萌了 就连左元帅和石元帅 也是满脸错愕之色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眼神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奋起反击的威力 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 杀伤力如此巨大 一时间两位元帅和众多神将的脑海中 都冒出了同样的念头 难道是将士们愤怒之下激发了潜力 爆发出了最强的战斗力 恐怕是因为清月堂的人已经是强弩之末 正在撤退中 才会如此孱弱 不堪一击 既然我们舰队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那还怕什么 并要把清月堂打得落花流水 让他们认输投降 哼 卑劣的清月堂 敢跟我们玩鹰的 那就让你们常常厉害 众人都觉得很解气 同时也信心暴增 并要把清月堂打得满地找牙 正好清月堂也被激怒了 又在清月堂主的带领下 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反击 清月堂主操纵荒谷长卷 不惜消耗自身的寿元 增强了三倍战斗力 释放出了绝学杀招 刷刷刷 顿时 方圆两百万里的天地都震动起来 恐怖绝伦的天地神力 汇聚成亿万道刀光剑影 从四面八方绞杀波热舰队 荒谷长卷之中 也喷涌出了数十道紫气长龙 向着波热舰队轰去 至于其他的护法 长老和子民门 根本不用多说 都是不顾一切的爆发权力 使出了压箱底的绝技 所有的神通术法会聚在一起 威力强悍到无法想象 声势也非常浩大 耀眼夺目的神光 亿万道刀光剑影和风火雷霆 犹如滔天洪水般淹没了波热舰队 既天行看得清楚明白 虽然清月堂的八千字名含恨反击 都爆发出了最强大的底牌和绝技 但这些子民们外强中干 力量早就消耗殆尽 全凭意念支撑着 他们施展的神术攻击 只是看起来声势浩大而已 威力和破坏力并不够强 至少 这八千字名的联手反击 想重创波热舰队 还是远远不够的 既天行当然要火上浇油 添油加醋 暗中使出几招神通绝技 帮清月堂增强威力 反正他暗中施展的刀光剑影 混合在漫天神术光滑中 根本分辨不出来 轰隆隆 结局令计天行和清月堂都感到满意 随着震耳欲聋的闷响声爆出 波热舰队凝结的防御护照和屏障 全都被轰成粉碎 又有二十几艘神剑被轰成碎渣 三千多名将士当场惨死 两千多人受到重创 如此惨烈的伤亡 让波热舰队的战阵 出现了巨大的漏洞和缺口 防御力量薄弱了许多 毁天灭地的冲击坡 也狠狠冲击着所有战舰 使得将士们很难快速恢复阵型 波热舰队的将士们 遭到如此惨烈的轰杀 自然是愤怒若狂 歇斯底里的咆哮咒骂着 同时 将士们也更加失去理智 不顾一切地展开反击 就连左元帅和石元帅 都把波热神帝的命令 暂时放到了一旁 两人心中的想法是 我们波热舰队可以停战 但我们绝不能接受 如此屈辱的结果 更不能被清月堂愚弄 你们清月堂不想握手言和 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 打到你们跪下求饶 于是 在两位元帅的指挥下 剩下的所有神剑 包括一直暗兵不动的 两万多名将士 全部加入战斗 直到此刻 波热舰队才是毫无保留 全员参战 刷刷刷刷 三百艘神剑 同时开启神炮 释放出数以万计的光柱 密集如暴雨般轰向清月堂的人 数万名将士们也结成战阵 联手施展各种神通秘法 被清月堂的人展开狂轰乱炸 有了之前的经验 双方都全力以赴地厮杀着 再也没有停手和发呆 双方都不会你进攻一次 我进攻一次地轮换着来 都是毫不停歇地持续输出 顿时 这天蔽日的神树光影 在天地间激烈碰撞 爆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蹦见的神光碎片 被一圈又一圈的五彩洪流挟裹着 朝四面八方扩散 席卷方圆十万里 虽然 波热舰队明明处于优势 并能压制清月堂的子民 将其打得崩溃逃亡 但有计天行暗中作梗 总是帮清月堂加强火力 重创波热舰队的将士 因此 双方竟然打得难分难解 短期内无法分出胜负 至于伤亡情况 双方都非常惨烈 每一席时间都有几十上百人被轰杀 就这样 不惹舰队和清月堂的人都疯狂了 失去理智的血战厮杀着 场中的局势也逐渐失控了 双方的阵型都变得支离破碎 战场开始变得分散 但没有人察觉到端倪 更没有谁怀疑暗中有人作梗 双方都以为对方隐藏了实力 直到此刻才祭出底牌 便都咒骂对方阴险卑鄙 不知不觉 半个时辰过去了 这场混乱且残酷的厮杀大战 终于接近了尾声 分成了六七拨人 这一处十几艘神剑围攻 两百多个清月堂子民 那一处战场 二十多艘神剑围着 三百清月堂子民猛攻 这就到了继天行浑水沐渝 彻底搅乱局势的时刻 他暗中在战场上游异 不断摧毁一艘又一艘神剑 诛杀一批又一批清月堂子民 双方的将士和子民们 都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陆续丧命 人数锐减 第四千四百八十五张 心血净毁 在爆发决战之前 波耳舰队的人以为他们必胜 清月堂主和八千子民们 也觉得几方没什么优势 不大可能获胜 但最终的结果 却让波耳舰队的两位元帅和神将们 瞠目结舌 当场傻眼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跟清月堂的人厮杀到最后 竟然是两败俱伤的下场 分散的七处战场上 波耳舰队的神剑加起来 不过五十几艘 将士不过万人 且一半的人都带伤 再看看清月堂的八千子民 也只剩下净千人活着 且人人都狼狈不堪 伤势七彩 方圆十万里的范围内 所有的山川和岳都消失了 被移为平地 化作废墟 满地都市战舰的残骸与碎块 黄土和废墟中 洒满了尸骸 血迹和神器碎片 十分惨烈 表面看起来 波耳舰队的人数占据优势 好像是赢得了胜利 但实际上 波耳舰队幸存的一万将士 战斗力跟清月堂的一千人差不多 也幸好双方厮杀到最后 神力都消耗殆尽 发挥不出多大的威力了 若是双方都处于巅峰状态 继续拼杀下去 很可能是全军覆没 左元帅和十元帅彻底傻眼了 看着仅存的一万名将士和五十几艘神剑 像自杀的心都有了 完了 我们彻底完了 曾经的十万将士 四百多艘神剑 如今竟然只剩下这么一丁点 还原其大伤 不用神帝大人下令惩罚 我们自己抹脖子算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们明明占据上风 全面压制清月堂的人啊 为何我们只疏忽了半个时辰 结果就变成了这样 只剩下一万伤势惨重的将士 我们要如何向神帝大人交代啊 两位元帅都心如死灰 满腔绝望 众多神将也失魂落魄 六神无主 好在 左元帅和十元帅快速冷静下来 两人对视一眼 便不约而同地下达了命令 撤退 所有将士听令 立刻撤退 事到如今 他们已经顾不得不惹神帝交代的颜面和威严了 即使止损 保存着一万将士 才是重中之重 这个时候还想着把清月堂打垮 逼得清月堂认输投降 那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另一边 清月堂主和几位护法长老的心情也差不多 他们看着幸存的一千子民 看到子民们凄惨狼狈的模样 都是一阵后怕和惊恶 他们也没有料到 之前的一时义愤和冲动 竟然酿成了如此惨烈的后果 当初出征的一万五千名精锐子民 如今竟然死了一万四 仅剩下一千人 而且这一千人都耗尽了神力 有一半的子民都净呼吠了 这对清月堂来说绝对是致命打击 清月堂几万年来积累的神王强者 在这一战中消亡了七成 几万年来培养的上位神军高手 也消亡了九成五 可以说清月堂的中间力量几乎是断代了 没有两三万年的时间 清月堂根本无法恢复元气 而这一切都让清月堂主身身赐责与懊悔 并且对般若剑队更加深恶痛绝 此时的结果才真正应了他之前说的那句话 双方已经是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 完了清月堂几万年的心血 一朝净毁 我们清月堂已经名存实亡了 只怕神殿得知消息后 会把我们并入其他分堂 该死的般若神帝 都是他麾下的混蛋们害的 几位护法和长老门记绝望又愤怒 面孔扭曲 声音嘶哑的议论和咒骂着 好在清月堂主还能压制愤怒 保持理智和清醒 他果断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用尽最后的力量 掩护各处战场的子民们撤退 当然了 双方都在撤退的过程中 还是有一些伤亡增加 但影响不大 百席时间后 双方的人全部分开 各自向后撤退 很快 清月堂的一千子民们 在清月堂主的召集下 汇聚在一起 清月堂主并未多说什么 也没有向波热舰队放狠话 只是满怀怨毒地瞪了波热舰队一眼 便带着子民们转身离开 赶回七月山 如果波热舰队取得胜利 伤亡不大 尚能追杀清月堂主等人 但他们自身伤亡惨重 仅剩五十艘神剑和一万将士 又怎敢追杀清月堂主 相比之下 其实他们的损失更大 处境更加危险 毕竟 清月堂在这一战中损失了一万四千名精锐 却还有十八万子民留在七月山 而波热舰队的十万将士 最终只剩下一万人 且短期内无法扩充人口 这才是最致命的打击 哪怕不再跟清月堂争斗 不管波热舰队走到哪里 都失去了与其他分堂争雄的资格 甚至于 双方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 波热神帝还能否加入空明神殿 都成了未知的 五十艘战舰集合之后 在两位元元帅的指引下 悄然退向南方 舰队会撤退到安全地带 再让全体将士们休养疗伤 在舰队撤退的过程中 左元帅和石元帅相聚一堂 面容苦涩地对视着 怎么办 事已至此了 还能怎么办 先给神帝大人传讯 如实禀报结果 自然是如实禀报 但罪魁祸首就是清月堂 不论神帝大人能否饶恕我们 事情已经发生了 逃避也没有用 还是勇敢面对吧 这一次 石元帅也参与了这个弥天大错 他无法推卸责任 也丧失了这个念头 一副任命的姿态 左元帅不再多说 拿出特质的传讯遇解 就要给波瑞尔神帝传讯 但话到了嘴边 他还是由于退缩了 将遇解帝给了石元帅 还是你来汇报吧 本座愧对神帝大人的信任 无言再说什么 石元帅理解他的心情 也不推辞 结果传讯遇解开始禀报情况 修 传讯遇解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幽暗的天空中 两位元帅竟静静地仰望着天空 一言不发地助力许久 他们既是等待波瑞尔神帝的回训 也是在等待命运的判决 第4486章决裂 遥远的控民神殿总部 位于控民秘境之内 秘境深处的宫殿群 竟显为俄与神圣庄严 几栋金碧辉煌的神宫中 几位殿主和波瑞尔神帝都在耐心等待消息 距离他们下达停战的命令 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时辰 在他们想来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清月堂和波瑞舰队的将士们 应该早就停战了 而且 双方也撤离到安全地带 开始休养疗伤了吧 为何过了这么久 清月堂主和左元帅都没发来传讯 汇报最新战况 清月堂主和两位元帅 肯定不敢抗命不遵 会不会发生了什么意外 几位殿主和波瑞尔神帝的脑海中 一直盘旋着这个疑问 随着时间流逝 波瑞尔神帝和几位殿主有些沉不住气了 很想再发一道传讯 只问清月堂主和两位元帅 就在这个时候 有几道流光字天际飞来 陆续落在波瑞尔神帝和几位殿主的手中 看到传讯遇见终于来了 众人心里暗自松了口气 连忙打开传讯遇见 查看里面的资讯 可是 当众人看完遇见里的消息 得知最终的战况后 确实面色俱变 尤其是波瑞尔神帝 更是两眼一黑 愤怒地差点喷出一口鲜血 没错 他麾下的将士和清月堂确实停战了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双方停战不是因为他下达的命令 而是双方厮杀到最后 几乎没剩下多少兵力 不得不停止战斗 当初他带着十万将士进入启元星 如今还没在启元星站稳脚跟 竟然遭此重创 仅剩下一万将士了 而且 那一万将士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 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恢复战斗力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波瑞神帝愤怒地几乎抓狂 若两位元帅站在眼前 他多半会压制不住怒火 将两位元帅打杀了 他愤怒地浑身发抖 脸色双白 浑身弥漫着这人的冰寒杀意 赤霞神王看到他这般反应 便预感到情况不妙 内心无比焦急 但是尊正直怒火中烧之际 他又不敢多嘴发问 另一边 几位店主也是当场傻眼了 只感到愤怒和无奈 让他们愤怒的是 清月堂主竟然抗命不尊 清月堂主明明接到了停战的命令 却不肯停战 还要跟波瑞舰队厮杀 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如此胆大妄为 不过后果的一意孤行 酿成如此大祸 岂不该死 对几位店主来说 这场大战造成的数万人死亡 后果虽然很严重 却还算勉强能接受 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波瑞神帝势必不可能加入空明神殿了 这才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结果 完了 我们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该死的清月堂主 他怎敢如此胆大妄为 依我看 明天的仪式也不用举行了 波瑞必不可能加入本店了 哎 最初的起因 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罢了 怎么就能发展到如此地步 坏了本店的大事 新月堂主死不足惜啊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波瑞也收到了传讯预解 此时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大家都别耽误时间了 还是想想如何安抚波瑞 还有没有可能挽回他 几位店主暗中传音议论了几句 很快就做出决定 有二店主领头 带着三店主和四店主 前去跟波瑞谈话 当三位店主连妹来到波瑞所在的神宫 波瑞也带着赤霞神王和一对护卫 准备离开神宫 双方在神宫的店前广场上相遇 顾约儿童必停下脚步 气氛十分尴尬 波瑞神地狱怒未消 依旧是面若寒霜 浑身弥漫着强烈的杀意 但他已经冷静下来了 神色冰冷 眼神冷漠 并无异常和过激举动 他神色漠然地望着三位店主 主动开口说道 本地已经猜到三位店主的来意 但三位店主不必多说什么 本地心意已决 见他与其冰冷漠然 态度十分坚决 三位店主便知道此事难以善了 不过来都来了 总要说几句话 表明太多了才能离去 或许他们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波瑞神地就会犹豫 还能给他们一次机会呢 于是 二店主率先拱手行礼 说道波瑞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是我们都无法控制和预料的 也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结果 不论事情起因如何 那清月堂主敢抗命不遵 酿成如此大祸 本店必然给你一个交代 还请你再留几日 且看老夫如何惩处 那个混账东西 三店主和四店主也接着说道 波瑞神地 我们双方都非常有诚意 只是麾下的将士们难以约束 他们犯下的过错 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决断 这才是上位者的手段和决心啊 波瑞神地 纵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我们空名神殿依然敞开怀抱 欢迎你的加入 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不要一时冲动 波瑞神地面无表情地看着三位店主 与其默然地说道 你们想如何惩治清月堂主 那是你们空名神殿的事 与本地无关 本地也愿意相信你们的诚意 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本地又怎么可能加入空名神殿 若本地真的同意了 如何对得起死去的九万将士 又有和颜面再见幸存的一万将士 总之 本地不可能加入空名神殿了 三位店主不必再劝 若你们还愿意尊重本地 那就请一步 让本地回去处理这件事 见他果然由言不敬 态度坚决 三店主和四店主皱了皱眉头 有些犹豫不决 二店主无奈地叹息一声 问道 罢了 既然你心意已决 老夫自然不会再劝说 不过 老夫想多嘴问一句 波瑞你接下来有何打算 波瑞神地与其冷漠地道 自然是为此事善后 安抚幸存的将士们 二店主沉默了片刻 又与其肃然地说道 波瑞 既然你不肯加入本店 那老夫希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你可以安抚将士们 也可以带他们远走高飞 离开本店的领地范围 但你若是有报仇血恨 覆灭清月堂的念头 那老夫的给你提个醒 最好打消此念头 第四千487章猜忌和算计 二店主微笑时很慈祥 表现得很和蔼可亲 但他板起脸时 也可以很威严 严肃的语气中蕴含着一丝正折的意味 而他所表达的意思 既是空明神殿的态度 也在波瑞神帝的预料中 没错 波瑞神帝愿意加入空明神殿 那大家就是一家人 什么都可以商量和解 但波瑞神帝执意不加入空明神殿 那双方就形同陌路 不必讲什么情分和颜面 哪怕清月堂主犯下再大的错 清月堂也是空明神殿的一部分 那十几万人都是清月堂的子民 若波瑞神帝想报仇血恨 去对付清月堂的人 他就是空明神殿的敌人 之前空明神殿劝他加入空明神殿时 有多热情 将来对付他时 就会有多残酷 波瑞神帝当然能想到这一点 也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但他的想法并未动摇 意志也不会因此而改变 只是 他还在空明秘境中 当着三位店主的面 不可能表现出来 否则 双方当面就撕破了脸皮 真要厮杀起来 他和赤霞神王等人都别想活着离开 于是 波瑞神帝面不改色地唯唯欠身一礼 与其平静地说道 多谢二店主提醒 不过二店主多虑了 本帝来过空明秘境 知晓空明神殿的实力抵运 又怎会做出不治之举 既然他已经表态不会追究和报复 三位店主也不再多说什么 向他拱手还礼之后 便侧身让开了路 波瑞神帝向三位店主到了声告辞 便带着赤霞神王和护卫们离开了 刷刷 众人飞上天空 直奔秘境出口而去 身影很快消失在天际 三位店主站在店前广场上 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眼神有些复杂 三店主和四店主只觉得可惜 眼神之中充满了遗憾 但二店主的神色恢复威严 眼神也变得清澈冷冽 他忽然沉声说道 老四 你立刻带一批精锐护卫 巧然赶去七月山 陡然听到这句话 三店主和四店主都愣了一下 面色有些错愕 二店主 为何突然做此决定 二店主 这么做的用意何在 安抚清月堂的子民 惩罚清月堂主 还是说 您这是防备不惹神帝的报复 二店主神色淡然地说道 三者皆有之 稍后大店主会拟定旨意 对清月堂主做出惩罚 到时候 你亲自带着旨意前往七月山 把事情处理妥当了再回来 四店主沉默不语 算是接受了这项任务 但三店主满腔疑惑地问道 二店主 安抚七月山的子民 惩罚清月堂主 这些都可以理解 防备不惹神帝的报复 好像没多大必要吧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知道我们空名神殿的厉害 不会自寻死路的 呵呵 二店主扯了扯嘴角 冷笑一声 道 你们并不了解这个女人 所以小觑了她 凭老夫对她的了解 以她的秉性 绝不可能忍得下这口气 在我们面前 她只是暂时压制和卫妆罢了 带她回到七月山 并会对付清月堂 给她麾下的将士们报仇 这个女人外表冷漠 睿智 看似不会做出失去理智的事 但实际上 她的内心绝不像表面那么冷漠 依然会有情绪波动 还会有软了和破绽 三店主和四店主面面相去 脑海中都闪过了相同的念头 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二店主还对女人的心思有所研究呢 但不管怎么说 二店主如此笃定 执意要求四店主带一批精锐护卫赶去七月山 四店主也只能遵命行事 与此同时 不惹神帝带着赤霞神王等人 离开了空明秘境 众人乘着神剑 风驰电车地飞过天空 直奔七月山的方向而去 赤霞神王负责操纵神剑 不惹神帝坐在操控室里 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 脑海中正在分析着很多线索 虽然 她一直没有就这件事说过什么 但她心里藏了很多疑问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出乎她的意料 也让她觉得十分可疑 她至今仍然不能相信 就凭清月堂的一万五千人 能跟她的舰队厮杀至此 造成那么多将士阵亡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只不过 她必须亲自赶回去 经过实际调查之后 才能找出端倪和线索 这时 世霞神王见师尊一直沉默不言 便主动开口说道 师尊 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们真的要忍气吞声 带领将士们远离空明神殿的领地吗 空明神殿的领地太大了 哪怕我们不眠不休的赶路半年 都未必能绕过去啊 般若神帝收敛了思绪 冷恒一生 语气冷冽的道 将士们伤势惨重 自然是先疗伤为主 至于离开空明神殿的领地 自然是要离开的 不过要等为师解决了清月堂再说 他带着十万最精锐的心腹将士 进入了起源心 本想大展宏图 结果还没来得及施展任何手段与报复 就这几尘杀 真正是出师为洁身先死 这让他怎么不痛恨清月堂主 又怎么可能饶恕清月堂 赤霞神王点点头 神色坚定地说道 没错 我们要先养金蓄锐 再找清月堂报仇 否则 那几万死去的将士都不能瞑目 纵然空明神殿的势力再大 我们也不会屈服 停顿了片刻 他又开口问道 师尊 弟子见您一直在沉思 是不是这件事背后另有隐情 不惹神帝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道 不枉为师这么多年对你的教导 你也看出端倪了 赤霞神王连忙点头道 从得到消息开始 弟子就一直觉得奇怪 至今想不明白 那清月堂主召集一万五千名精锐 与我们的九万将士厮杀 纵然清月堂有强大的神器庇护 却没有太多厮杀大战的经验 怎么可能让我们损失如此惨重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弟子甚至怀疑 是不是空明神殿暗中做了什么手脚 或者埋伏了很多强者 故意削弱我们的势力 如此一来 待我们加入空明神殿 才更容易被他们掌控 第四千四百八十八章各方算计 赤霞神王提到的问题 波热神帝当然也想到了 不过 这只是他众多念头中的一个 而他的众多猜想 还需回到舰队调查清楚之后 才能进一步确定 赤霞神王也明白这一点 现在说什么都是猜想 并不能印证 他们要做的 就是对空明神殿保持警惕 尽快赶回舰队 去安抚那幸存的一万将士 至于报仇血恨的事 只能以后再说了 与此同时 空明神殿的总部 四殿主点齐了两千名精锐的神王强者 悄然离开了空明秘境 众人乘坐一骚亡及极品的神剑 隐匿了踪迹 无声无息地赶往七月山方向 四殿主要执行的任务是安抚七月山 预防波热舰队的反扑和暴覆 由四殿主这位神帝强者领队 外加两千名神王强者 肯定是绰绰有余了 哪怕波热神帝回到舰队坐镇 四殿主想灭掉波热舰队的一万将士 也是轻轻松松 之所以调集这么多的神王强者 也是因为四殿主还肩负着其他秘密任务 在几位殿主的意识中 这件事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 以防再出现什么意外 神剑赶路的途中 四殿主也在释放神势 施展神通秘法 追踪波热神帝的位置 出发前大殿主叮嘱过 一定要盯紧波热神帝 四殿主当然要掌握波热神帝的行踪和位置 但又不能离得太近 否则就会被波热神帝察觉到 波热神帝和四殿主都在赶往七月山方向 而此时的七月山正处于全城封锁 各处神宫紧闭的状态 那十八万躲进神宫的七月山子民们 也早已撤出各座神宫回到了城池里 但所有子民们都得到消息 知道清月堂大败而归 伤亡惨重 不止清月堂的中流砥柱们死伤惨重 就连几位长老和众多职士 都在大战中丧命了 可以说 清月堂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打击和创伤 目前正处于最削弱的时刻 这个消息让清月堂子民们心情低落 忐忑难安 人们躲在各自的家中 却忍不住暗中传音联络 窃窃私语地议论着 整座城池都笼罩着压抑和沉闷的气氛 弥漫着恐慌不安的味道 清月堂主和幸存的一千名精锐子民 都回到各座神宫中 休养疗伤去了 对于清月堂的惨败和重创 清月堂主不想解释什么 也没有多余的精力 去安抚那些恐慌的子民们 他所能做的 就是关闭城池的出入口 开启防御大阵 并且 派出那些没有参战 没有受伤的神王 神君进子民门 牢牢把守各处要害 并且保持警惕的巡逻友谊 之所以这么做 主要是为了防止 波折舰队的反扑和偷袭 虽然 波折舰队也受到重创 反扑七月山的可能性不大 但清月堂主已经吃过亏了 当然要保持警惕 防范于未然 另一方面 清月堂主也是为了防止 子民门情绪恐慌 出现逃离城池之类的骚动和意外 他已经向空明神殿禀报了情况 他相信空明神殿很快就会派店主来解决此事 他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在某位店主到来之前 守护好七月山就行了 七月山内外一片极静 听不到什么声音 也见不到子民门活动的踪迹 只有那些巡逻的护卫们在天空中有意 而七月山的南方 距离一千万里的某处山脉中 停歇于此的波折舰队 也是同样的寂静无声 仅存的50艘战舰停在天空中 排列成圆形的阵型 各艘神剑之间的神力互通 形成巨大的防御光照 所有战舰都保持防御姿态 深受重创的将士们在战舰里闭关疗伤 那些伤势较轻 经过简单处理上能恢复一点战斗力的将士们 则充当护卫的角色 保持警惕的监察四周 他们相对起源心来说是外来者 目前除了波折神帝和赤霞神王之外 其他的所有人都有可能是敌人 他们也猜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们只能做好防御和准备 以防任何意外的发生 只有等到波折神帝归来 将士们才能放松警惕 既天行的目标已经达成 但他并未离去 他经常徘徊在波折舰队和七月山之间 观察双方的动态 以推测空明神殿和波折神帝的动向 他可以确定 波折神帝得到消息后 再也不可能加入空明神殿 目前 波折神帝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舰队 而空明神殿也不是愚奔和善良之辈 多半会派出一到两位店主 率领众多精锐强者 赶往七月山去善后 空明神殿的店主们 跟他并无恩怨 他可以不去招惹 但他要掌握波折神帝的动向 寻找有力的时机出手 打败霍吉沙波折神帝 尽快解决了波折神帝 他才能探索起源星 去寻找另外四个神帝 到时候 他会随机应变 施展各种手段 逐个解决那四位神帝 而现在 他徘徊在七月山和波折舰队之间 就是等待波折神帝路过 他已经在波折神帝返回舰队的必经之路上 布下了几处陷阱和埋伏 开始守株待兔 他非常清楚 波折神帝前往空明神殿的时候 身边只带了赤霞神王和一队护卫 目前是波折神帝防御力量最弱的时候 一旦让他回到舰队 祭天行再想出手刺杀他 难度会增加很多 就这样 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 各方都有自己的算计和计划 且都想办法探测其他人的踪迹 只有清月堂和波折舰队 这两个当事者 处于最平静安心的状态 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也不用考虑什么计划和阴谋 只是耐心地等待就够了 不知不觉 一个月过去了 波折神帝的作舰 终于抵达清月堂的领地范围 再有一天时间就能回到舰队 四殿主和两千名精锐神王强者们 紧跟在波折神帝的后面 也将抵达七月山 这个时候 清月堂主和两位元元帅都收到了消息 都是心情复杂地等待着 既天行计算着时间 猜到波折神帝即将返回 也不再打坐调席 开始警惕地监视四周 第四千四百八十九章埋伏 对众人来说 这一天漫长又煎熬 清月堂主的心情很忐忑 他不知道 一天之后见到了来自神殿的四殿主 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的冲动和失职 酿成如此大祸 造成波折神帝不再加入空明神殿 给神殿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几位殿主有多愤怒 四殿主带着大殿主的旨意而来 又会如何惩治他 清月堂主心里没底 所以忐忑不安 甚至有些恐慌 但四殿主即将到来的消息 让他麾下的护法 长老和执事门 都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这些人只知道 四殿主既然来了 就肯定会善后 七月山也不会再有危险 至于四殿主如何惩罚清月堂主 那就跟他们无关了 另一边 不惹剑队的两位元帅 心情跟清月堂主差不多 也是一样的忐忑不安 虽然 一个月前他们就很惊恐不安 猜到他们犯下如此大错 不惹神帝绝不会轻饶 但是有一个月的缓冲时间 他们还能幻想着 没准不惹神帝的气消了 便会减轻惩罚 然而 这一个月以来 不惹神帝再也没有 跟他们联系过 直到今天 赤霞神王才发回来一道传讯 表示他们还有一天 就能返回舰队 不惹神帝的态度 让两位元帅意识到 事情很严重 神帝大人的怒意并未消去 用脚指头想也知道 一天后他们就要遭殃了 不过 不惹神帝会如何惩罚他们 他们会遭殃到何种程度 才是最大的悬念 也是他们忐忑的根源 难不成 不惹神帝会一怒之下杀了他两泻分 如果是以前 左元帅和十元帅都会否定这个念头 觉得不大可能 但是现在 两位元帅也不敢肯定 心里没底 让很多人煎熬的一天终于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时 不惹神帝的战舰从七月山旁边经过 直奔南方的舰队而去 不惹神帝的神势探查到了 七月山的城池紧闭 防御大阵开启了 一副全力戒备的姿态 战舰并没有停留 他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冷笑了一声 便迅速离去 他对清月堂的恨意 并没有半点消散和减弱 等到时机成熟时 他必然会踏平那几座山峰 覆灭整座城池 刷 战舰划破云层 很快消失在天际 再有一个时辰 不惹神帝就要回到舰队了 他已经能想象到 左元帅和十元帅此刻的心情多么忐忑 表情何其紧张 但他早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决定好了如何处罚两位元帅 至今也不会更改 眼看着 战舰远离七月山之后 离舰队越来越近 八百万里 七百万里 六百万里 随着时间推移 不惹神帝平静而冷漠的心绪 忽然有了一丝波动 不知道为何 离舰队越来越近 他的潜意识里却莫名生出了一丝紧张和不安的情绪 冥冥之中有些感应 仿佛前方有模模糊糊的围基 犹如漆黑的深渊 正在等着他踏入 这种突如其来的预感 而且是危机 让他立刻变得警惕起来 虽然 预感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但实力达到他这种境界 凝练了三缕道运之后 自然与天道有所感应 在危险即将来临之际 突然生出警诏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且不止发生过一回 不惹神帝不会多疑 毫不犹豫帝选择了相信预感和警兆 他秀没一挑 立刻就要开口 让赤霞神王操控战舰停下来 待他探明情况 弄清楚危机的来源之后 再做出相应的决定 然而 危机来得如此猝不及防 他刚开口喊出赤霞神王的名字 还没来得及让赤霞神王停下来 前方已经是一遍陡声 刷 唯恶的山脉之间 陡然亮起了冲天神光 五彩斑斓 耀眼的光滑覆盖了方圆三万里 瞬间凝结成一座巨大的神阵 犹如巨腕导扣在大地上 随着半圆形的五彩光照流转光晕 释放出恐怖绝伦的神力 狠狠镇压下来 不惹神帝的坐剑也遭受距离压制 如同陷入泥潭一般 速度瞬间降低了八成 果然有埋伏 不惹神帝眼中寒光一闪 浑身迸发出了这人的寒意与杀机 有陷阱 赤霞神王也瞬间警醒 双眸瞪大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他没有任何预兆 就驾驭着神剑 一头扎进了对方埋伏的陷阱中 此时 他内心是惊怒交加 还有一丝后悔 试图两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必定是空明神殿故意设计的陷阱 要在波耳神帝返回舰队的途中将他击杀 他不愿加入空明神殿 那就是空明神殿的敌人 得不到就毁掉 这是很多上位者的人生信条 因此 士霞神王回过神之后 立刻操纵阵法 要驾驭神剑转身离开 想要逃出大阵的范围 然而 眼前这座方圆三万里的天地大阵 乃是准地级的神阵 它不仅由三重王及极品神阵组成 还蕴含了天道之力 神威浩荡莫测 这座神阵并无太强的攻杀威力 只是起到封锁天地镇压一切的作用 紧接着 又有一道同等级的大阵启动了 刷刷刷 方圆三万里的天地之间 纵然亮起了十万道璀璨光剑 纵横交织成巨大的剑网 每一道剑光都长达千丈 十万道剑光汇聚在一起 组成巨大的剑阵 展开了惊人的攻杀 修修修修 数万道剑光纵横飞舞 吸着破灭一切的威力 开始绞杀波惹神帝的战舰 看到这一幕 是侠侠神王毫不犹豫地放弃逃跑 改为操控战舰凝结护盾 全力抵挡剑光的绞杀 波惹神帝并不急于出手 而是皱眉凝视着两座大阵 观察那漫天剑光 不知为何 他看到那十万道漫天飞舞的剑光 竟莫名地觉得有些熟悉 那些剑光的行动路线 组成的剑阵脉络 还有剑光蕴含的气息 都让他觉得似曾相识 这一刻 他的意志动摇了 忽然觉得此地的陷阱和埋伏 未必是空明神殿所为 更像是他曾经的熟人 藏在他心底最身处的那个人所为 第4490章波惹 就围了 波惹神帝古井波波的心境 忽然出现了一丝裂痕和波动 虽然 他也知道那个人远在神界 可能还在忙着统一神界 为各座大陆重新制定规则 无论如何 那个人都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更不可能在此地设下陷阱 但眼前的封印大阵和十万道剑光 组成的剑阵 却是真真切切的 让他感到熟悉 就是他愣神的这一瞬间 神剑刚刚凝聚一道防御光照 漫天剑光已经轰杀下来 砰砰砰 轰隆隆 震耳欲隆的聚响声中 无穷无尽的剑光 狠狠轰中了神剑的防御光照 爆出漫天神光碎片 方圆千丈的防御光照 仅仅支撑了一席时间 就被漫天剑光轰的支离破碎 崩开密密码码的裂缝 紧接着 更多的神圣剑光吸着毁天灭地之威 狠狠轰中了不惹神帝的作剑 王级极品的战剑 被轰得剧烈战斗着 表面很快就出现了大量坑凹和裂痕 赤霞神王顿时变了脸色 还想再操纵战剑凝结护盾 却也来不及了 越来越多的神圣剑光 狠狠击中了战剑 将战剑轰得东倒西歪 表面的凹坑和裂缝不断扩大 赤霞神王无能为力 根本抵挡不住两座大阵的侵袭 只能扭头望向身后的师尊 如果不惹神帝再不出手 恐怕那封印大阵和十万剑阵 就要把战剑撕成碎片了 好在不惹神帝终于回过神来 开始施法了 他战时压下心中的杂念 盘西端坐在战剑中 双手捏着神诀 释放出无穷无尽的神力 朝四面八方蔓延 刷 转眼间 绚烂夺目的五彩神光 就凝聚成一道巨大的光照 把整骚神剑都保护起来 不惹神帝施展的五彩光照 也蕴含着一丝道运 拥有天道之力 于是那漫天飞舞 穿梭绞绞杀的万道剑光 都被五彩光照挡住了 在南商道战剑 赤霞神王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却也不敢耽搁时间 连忙操纵阵法修复神剑的创伤 接下来 这场战斗就变成了 般若神帝和两座大阵之间的较量 继天行依旧隐藏于暗中 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般若神帝的作剑 默默操纵封印大阵和诸天剑阵 持续不断地进攻 波惹神帝的实力果然不容小觑 神力仿佛永无止境 且如惊涛骇浪一般 一波强过一波的爆发开来 哪怕他施法凝结的五彩光照 不断被剑光轰出一个又一个坑洞和裂缝 他也能快速将其修复 总之 他足足支撑了三克中 神力依旧汹涌澎湃 力量没有任何衰减 五彩光照保护着战剑 没有让战剑再受到创伤 且在持侠神王的修复下 逐渐恢复如常 这时 持侠神王总算有了喘息之机 连忙拿出传讯预解 要给左元帅和石元帅传讯 命令他们来增援 但不惹神帝在运功施法之余 还能分心关注到这件事 与其威严帝说道 不必给他们传讯 如今他们正在闭关疗伤 即便来了也无用 非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成为累赘 赤霞神王一听 觉得很有道理 便打消了给两位元帅传讯的念头 毕竟将士们都受了重伤 如今可用之人并不多 再者 埋伏他们师徒的这两座大阵 都是准地级的神阵 威力强悍莫测 即便两位元帅带着一批精锐将士赶到 也不可能从外面攻破神阵 更大的可能性就是 两位元帅和他们带来的将士 被埋伏者轻松灭杀 白白送命 想到这里 世霞神王就有些疑惑 忍不住问道 师尊 空明神殿的强者在此埋伏 为何只布置大阵 却不见有人现身 不惹神帝继续施法对抗两座大阵 免无表情必达到 虽然 刚开始的时候 为师也猜测是空明神殿的强者在此设伏 但现在看来 未必是空明神殿的人 为师对荒族强者的神通秘法 以及施法的习惯和思路 有一些大概的了解 所以 为师可以断定 这两座神阵并不是空明神殿的强者所为 更像是来自神界的强者 而且是掌握巅峰剑道奥义之人 才能布置出如此见证 听到最后这句话 世霞神王皱起眉头 双眸中闪过一道金光 忽然醒悟 师尊 掌握巅峰剑道奥义之人 难道您说的 是那个人 停顿了片刻 世霞神王情不自禁地摇头 满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道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啊 那个人刚统治了神界 目前肯定在整改各座大陆 制定新的规则 巩固自己的霸权 他怎么可能离开神界 又怎么可能来到起源心 波热神帝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也只是猜想 还不敢确定 既然赤霞神王追问 他也只能解释到 为师只是猜想而已 尚且不能印证 不过你放心 既然对方在此设下埋伏 长时间无法打败我们 稍后肯定会现身 赤霞神王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 继续操纵神剑 配合师尊展开反击 双方又僵持了一刻钟左右 却始终难分胜负 波热神帝无法攻破 诸天剑阵和封印大阵 神剑无法逃出两座大阵 但诸天剑阵的威力再强 也始终不能摧毁 波热神帝凝结的防御光照 伤不到他的座剑 藏于暗中操纵大阵的济天行 心中颇为不甘 暗自想到 倒是我小瞧了波热的实力 看样子他至少凝聚了两则道运 甚至有可能是三道 既然依靠大阵奈何不得波热神帝 他又不能一直拖延时间 否则两位元帅会察觉到异常 很可能带领将士来支援 更重要的是 时间拖延的太长了 空明神殿派出的殿主 也有可能察觉到 到时候 若空明神殿的殿主参与进来 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 于是 既天行只能现出身形 出现在战剑正前方的天空中 他凝视着波热神帝的作剑 与其冷漠地说道 波热 就围了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 瞬间让波热神帝愣住了 甚至忘记了继续施法 第四千四百九十一章 震撼和真相 既天行现出身影那一刻 波热神帝和赤霞神王都眉头一挑 瞳孔紧缩地凝视着他 赤土二人的脑海中 同时闪过一个念头 终于出现了 在此设下埋伏 袭击他们的凶手终于出现了 但试图二人都没有想到 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袭击他们的人 竟然是飞扬神王 没错 就是身受赤霞神王 器重和信任的飞扬神王 同时 也是导致波热舰队和清月堂 厮杀大战的罪魁祸首 在所有人的认知中 这个最先招惹清月堂 参与过很多次厮杀大战的家伙 早就死在战场上 灰飞烟灭了 返回舰队之前 赤霞神王还曾传讯问过两位元帅 有关飞扬神王的下落 两位元帅都很笃定地回复他 飞扬神王早就死于大战中 连尸骨都找不到了 可是现在 飞扬神王竟然完好无损地出现了 当然了 如果只是因为这个 只会对波热神帝和赤霞神王 造成强烈的冲击 还不足以让波热神帝愣住 心境出现一丝破绽 最关键的在于 眼前的飞扬神王 绝不是真正的飞扬神王 他不仅有着神帝强者的实力境界和气息 还能布置出准地级的两座大阵 尤其是他的姿态和威严气质 绝不是飞扬神王能拥有的 而最震撼波热神帝心灵的 便是那五个字 波热 久违了 当今世上 有资格敢称呼他为波热的 只有那几位神帝 且对方的语气如此熟悉 久违了三个字又表明双方相识多年 却又多年未见 凭波热神帝的聪明才智 以及他对那个人的熟悉程度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眼前这个飞扬神王是假的 是那个人卫装而成 于是 波热神帝下意识地开口惊呼道 见神 龙天 竟然是你 然而 既天行并未回应他 也没有再说什么 当他喊出那五个字的时候 就是故意破坏波热神帝的心境 为了攻破他所凝结的防御光照 他早已祭出了藏天剑 倾尽全力地灌注于神剑中 狠狠一剑斩向波热神帝的作剑 轰隆 还不等波热神帝和赤霞神王反应过来 那开天辟地的一剑 蕴含着天道之威的剑光 便轰然披中了波热神帝凝结的五彩光照 震耳欲聋的剧响声中 五彩光照当场被劈成两半 巨大的缺口处 爆出了无数道裂纹 蹦见出数以万计的神光碎片 之前诸天剑阵一直没能攻破的防御光照 在此刻终于被破掉了 满腔恶然 心境失守的波热神帝 也遭到力量反噬 身躯一阵 面色变得煞白 但这也让他清醒过来 顿时怒暮瞪着寄天行 愤怒地冷喝道 龙天 你好baby 此时此刻 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心思 去思考剑神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剑神是如何 何时进入起源星的 又是如何准确地找到他 并未装成飞扬神王 制造这一系列的阴谋 太多太多的疑问 都被波热神帝压在了心底 他只知道 刚才剑神是故意喊出 那五个字 趁他心神失守之际偷袭他 这太baby了 波热神帝目不可遏 也知道在此施法凝结护盾 是不可能完成的了 看到济天行再次挥剑 展出几道开天辟地的剑光 他毫不犹豫地冲出神剑 双手凝结法印去抵挡 刷一身红色长裙的波热 已真身出现在天空中 他有万般恶魔之姿 心力绝美之容 额头眉心间的一颗红点 更令他彰显高贵与圣洁 他面若寒霜 双手亮着五彩神光 快速挥舞施法 操纵天地神力 在身前凝结一道高达万丈的金色神印 巨大的金色神印 挡在济天行和他之间 把神剑挡在了后方 砰砰砰 济天行施展的三道开天之剑 本想摧毁波热神帝的战剑 却轰然披中了金色神印 爆出汗天洞地的巨响 长达万丈的神圣之剑轰然爆裂 剑出漫天神光碎片 波热神帝凝结的金色神印 也被披成两半 化作点点神光消散于天地间 毫无疑问 两人全力对拼了一招 却是不分胜负 如此结果 令波热神帝双眸瞪大 露出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龙天 不久前你还是巅峰神王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突破到神帝之境 虽然 波热神帝早就预料到 若神界会出现第六个神帝 必然是见神龙天 但他盘算着 龙天再怎么资质逆天 也得再修炼几百年才能突破 而现在 不过短短几年时间 龙天就突破到神帝境了 最让他感到震撼和无法置信的 便是龙天刚成为神帝 便能与他不分上下 这简直太荒诞了 波热神帝的心境 犹如怒海狂涛般起伏不定 大起大落 赤霞神王也认清了现实 从各种震撼之中清醒过来 他怒视着济天行 满腔憎恨地咒骂道 龙天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你往为见神之名 竟然做出这等卑劣之事 难怪飞扬神王能骗取本座的信任和器重 又在我们离开舰队之后 主动挑起和清月堂的争端 原来 你早就夺舍了飞扬神王 处心积虑地制造矛盾 是你的阴谋诡计 让舰队和清月堂厮杀大战 直至两败俱伤 你 你实在是太阴险歹毒了 短短片刻之间 赤霞神王就能猜到事情的起因和真相 拆穿迹天行的阴谋 可见他的聪明智慧 但他何不惹神帝现在才知道真相 也为时已晚了 继天行神色漠然地挥剑进攻 只说了一句话 我们本就是仇敌 还要讲什么仁义道德吗 这句话把师徒两对的哑口无言 难以辩驳和反击 没错 彼此间又不是朋友和盟友 而是生死之仇 那当然是为了复仇不择手段 和错之友 继天行左手施展百般神通秘法 右手挥舞藏天剑使出剑道绝学 对不惹神帝展开了猛攻 他在封天大阵和诸天剑阵中 可谓如鱼得水 宛若这片天地的主宰 而不惹神帝和赤霞神王等人 身处大阵之中 却是遭到镇压 实力减弱许多 可想而知 继天行很快就占据了上风 第4492章压制 不惹神帝被两座大阵镇压着 发挥不出本来实力 一直被继天行压制着 他既不可能反败为胜 也无法突破诸天剑阵和封天大阵的封锁 赤霞神王的处境也很艰难 虽然 他待在不惹神帝的坐剑中 有神剑的保护 但不惹神帝不能凝聚神光护照来保护神剑 神剑就只能承受万道剑光的绞杀 被打得千疮百孔 布满裂缝 哪怕赤霞神王和20名精锐护卫们 拼尽全力的施法抵挡 以最快的速度修复神剑 却也是无用的 除了能稍微突延一下神剑碎裂的进度 并不能化解危机 随着时间流逝 神剑的窗口和裂痕越来越大 是霞神王和20名护卫的修复速度跟补上 便越来越手忙脚乱 终于 当神剑的损伤程度达到极限 便在数十道剑光的绞杀中 怦然碎裂开来 弄插弄插的破碎声中 整艘神剑都四分五裂 蹦践出无数神剑残骸 20名精锐护卫也被漫天剑光淹没了 被绞杀的支离破碎 爆出一阵痛呼和惨叫声 还有暗红色的血雾 即便是赤霞神王有着巅峰神王的实力 也被十几道剑光击中 护体神光被击溃 人也受了不轻的伤 浑身鲜血淋漓 眨眼间 整艘神剑就被剿成了碎渣 散落在诸天剑阵中 十二个护卫直接被剑光绞杀成渣 死得惨不忍睹 连全尸都没能剩下 幸存的八个护卫也深受重创 证据在一起联手施法 抵挡漫天剑光的袭杀 但这都是徒劳的 扑天盖地的神圣剑光 很快就淹没了他们的身影 两个呼吸之后 八个护卫便不复存在 都化作血雨和鸡粉 消散在天地间 谨慎伤痕累累的赤霞神王 还在苦苦支撑着 竭尽全力地抵挡漫天剑光 不惹神帝见他非常吃力 在无数剑光的绞杀下 伤势不断加重 若是再过实习时间 他的神区很可能就要崩溃了 迫不得已 不惹神帝只能分出一部分精力 帮赤霞神王化解一半的压力 赤霞神王压力大姐 这才能够行动 连忙向师尊靠近 可即便如此 赤霞神王的力量 还是在不断流逝 战斗力越来越弱 一刻钟之后 他几乎没有余力 抵挡漫天剑光的刺杀 只能支撑双重大阵的镇压了 没办法 既天行提前20天布置的 两座大阵 都蕴含着强大的天道神威 对他的压制力超强 不惹神帝不得不分担 更多的压力 尽力保护着赤霞神王 不知不觉 双方已经拼斗了近一个时辰 奉天大阵和诸天剑阵的威力 仍然没有减弱 能汲取方圆百万里的天地之力 就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补充 不惹神帝的神力逐渐消耗 战斗力开始衰弱 他被既天行压制的节节败退 不久后便要受伤了 如此结果 是不惹神帝不能相信 也无法接受的 他只能设法拖延时间 一边跟祭天行听斗 一边开口问道 龙天 本帝还是想不明白 你不带在神界 怎么会出现于此 本帝耗费了近千年的心血 极数万将士的努力 好不容易才破开起源星的防御层 顺利进入起源星 你又是如何做到的 祭天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成为神帝 已经超乎他的预料 如今 祭天行也能破开起源星的防御层 随后进入起源星 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祭天行面无表情地继续施法进攻 与其默然地反问道 谁告诉你 我要破开起源星的防御层才能进来 听到这句话 不惹神帝皱起眉头 下意识帝说道 什么意思 难道你能轻松穿过起源星的防御层 随意进入起源星 这不可能本帝和另外四位神帝都试过了 这绝不可能做到 停顿了一下 他忽然想到另一种可能 顿时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你收服神界之后 没有在神界逗留 立刻赶往虚空深处 去找我们了 你找到我们之后 见我们成功打开了缺口 便尾随我们进入了起源星 一定是这样 既天行没有接话 便是默认了他的猜测 事实上 不惹神帝只是被震撼到了 情绪有些激动 又一直处于厮杀大战的状态 才没来得及细想 若是事后 他冷静下来了 欲然会想到这一点 见即天行默认 不惹神帝心中有底了 又接着说道 你一直尾随着本地的舰队 直到我们进入七月山 或许你早就想办法潜入舰队 夺舍了飞扬神王 又或者是 你在暗中潜伏着 待本地和赤霞离开之后 才潜入本地的舰队 不过 本地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你提前潜入舰队的可能性更大 毕竟 本地离开舰队 前往空明神殿之前 飞扬神王的表现就有些反常 当时本地注意到此事 却并未多想 更未曾想到 飞扬神王竟早已被你夺舍 提起之前发生的事 赤霞神王悔恨交加 默默瞪着季天行 咒骂道 龙天 你好歹也是千年前成名的盖世强者 在本王面前你也算是前辈 可你竟然冒充飞扬神王 故意接近本王 获取本王的信任 进而挑拨离间造成如此惨烈的后果 你身为前辈的威严和风度何在 你实在太无耻 太卑鄙了 季天行神色漠然地瞥了赤霞神王一眼 道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 赤霞神王气节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默默瞪着季天行 愤怒地直喘气 不惹神帝知道 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下去也没意义 只会让人更愤怒 于是他又追问季天行 你近两年才突破神帝之境 目前最多也才凝结一缕道运罢了 而本帝已经凝练了三缕道运 纵然你提前布置了两座神阵 也不可能压制本帝 龙天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你是不是掌握了什么秘密 亦或是诸天阵图就在你手中 波耳神帝和另外四位神帝早就讨论过 当年他们从剑神手里抢到的 只是半部神物名为永恒天书 而神物的下半部 诸天阵图则下落不明 第四千四百九十三章师徒 虽然五位神帝并未见过诸天阵图的真面目 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 但他们猜想着 上半部永恒天书能让他们突破神帝境 那下半部诸天阵图 一定有更高深莫测的威能 而龙天回归神界之后的种种妖孽表现 都让他们愈发怀疑 诸天阵图很可能就在龙天的手中 否则 几位神帝动用了各种手段 幽冥神帝还利用伐天族 在下界布置了庞大的格局 不可能找不到诸天阵图 如今 波耳神帝又看到济天形如此逆天的表现 自然会冒出这个念头 济天形知道 即便他在否认 波耳神帝也不会相信了 所以 他并不回答波耳神帝的问题 只是冷笑道 当初在神界 我还是巅峰神王 就能打败你的身外化身 如今我已突破至神帝出境 与你境界相同 你不过比我多凝聚一两条道运罢了 我能压制你 又有什么奇怪的 波耳神帝一响也对 自从龙天重生归来之后 就一直表现得很妖孽 他和龙天之间 就只有两条道运的差距 反正都是神帝出境 以龙天的妖孽资质和天赋 能够稳稳压制他 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波耳神帝明白这个道理 可他听了济天形的话 尤其是他的语气 还是让人很生气 他神色冰冷地望着济天形 陈生说道 龙天 本帝承认你现在很强 本帝或许不是你的对手 但你别忘了 你我皆是神帝出境 已经掌握了天道之力 到了你我这种境界 虽然还达不到永生 但也不是轻易能够杀死的 你若是想杀我 那还是痴心妄想 既天形一直面无表情 直到听到这句话 终于露出了一丝冷笑 不惹 你说的没错 以我目前的实力 确实只能压制和打败你 并没有把握能杀你 但我策划这一切的目标 不一定非要杀掉你才算完成 只要能覆灭你麾下的将士 减除你的根基 让你成为孤家寡人 你便在起源心难以立足 更无法实现你的野心和暴富 而且 今天杀不了你 不代表几年后也杀不了你 一边说着 他忽然爆发强悍的神力 在对付波热神帝之余 对齿霞神王赐去几剑 波热神帝未能及时应变 当即被剑光击破了防御 没能护住赤霞神王 只听到砰砰两声温响 赤霞神王当即被剑光击中 身躯乱颤 口鼻中喷出了鲜血 赤霞神王本就受了不轻的伤 遭此重创之后 更是面色苍白如指 气息非常虚弱 波热神帝狠狠皱眉 心中的怒意更甚 既天行的所作所为 无疑再向他表明 即便杀不了他 也能轻易诛杀他最疼爱的弟子 但行事不如人 波热神帝只能强忍怒火 与其冷冽的贺问道 龙天 礼修的邪口喷人 本地何时有过什么野心和暴富 除了求的永生 那是所有神王和神帝都追寻的目标 算什么野心 而且 你明知当年设计围杀你 是幽冥修罗到星云河路 九阳提出的主张 为何你不去找他们报仇血恨 却只盯着我 还要尾随我进入起源星 难道你身为大名鼎鼎的剑神 也是欺软怕硬之人吗 以波热神帝孤傲的性格 在此之前从未说过这种话 哪怕他当年不是设计为杀剑神的主谋 只是迫于形式 选择跟四位神帝合作 可他从来都不说 他只是对外宣称 他与剑神有仇怨 才会参与那场阴谋 但是今天 他却说出了最真实的情况和想法 由此可见 他并不是贪生怕死 担心自己的安危 而是很在乎赤霞神王的性命 既天行看出了端倪 就没凝视着赤霞神王 默默回忆着当年的事 波热神帝对赤霞神王如此在意 让他有些怀疑 赤霞神王除了是波热的一弟子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身份 但既天行仔细回忆片刻 理清楚了赤霞神王的身份来历 伴入波热门下的经过 便确定两者之间并无其他关系 毕竟 当初波热神帝收赤霞神王为徒时 他才跟波热神帝分开不久 对于波热收徒那件事 他也是非常清楚的 打消了心中的顾虑之后 既天行望着波热神帝 问道 你为何对赤霞的性命如此在意 按理说 你身为神帝强者 理应看淡一切才对 怎么还会有凡人的情绪 波热神帝冷笑道 你如今也是神帝出境了 难道你已经泯灭七情六欲 完全消除凡人情绪了 若真是如此 你不是早就抛七戏子了 既天行皱了皱眉头 不打算接他这句话 波热神帝又接着说道 当初与你决裂之后 是本帝最灰暗 最失落 沮丧 无助的一段岁月 正是在那个时候 本帝才体会到人心冷漠自私 绝不是满腔真诚 就一定能换来别人的真心 若是想得太天真 最终受伤的知能是自己 也就是在那段岁月 本帝遇到了同样受伤 同样迷茫的赤霞 那时的他太单纯 也太善良了 看到他 本帝就像看到了年少的自己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 才使我们结下了师徒之源 从那之后 本帝便按下决心 并会倾尽全力地教导赤霞 护他周全 除此之外 这世间的所有人 都不值得以诚相待 波热神帝面带冷笑 语气复杂地说出这番话 既天行当然能辨别出来 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绝对没有卫装的成分 当然了 也是因为此刻的情景特殊 场中只有他 波热和赤霞三人 既天形象性 过了今天 再换一个场合 以波热神帝的秉性 绝不可能再说类似的话 他当即沉默了 望向波热神帝的眼神 有些复杂 恍惚间 他仿佛回到千年之前 看到了当年 还有些青涩的波热神帝 虽然 他不知道 波热神帝与他决裂之后 那几十年岁月经历过什么 但他能猜到 那段岁月波热神帝一定很低落 很煎熬 当年之事 再去纠结谁对谁错 已经没有意义了 第四千四百九十四章 诸威 往事不可追忆 既天形明白 波热神帝此时说出这番话 绝不是向他认错和忏悔 平心而论 这更像是波热神帝向他服软和求情 他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哪怕被继天形压制 也就无性命之忧 但他除了自己之外 最在乎的就是赤霞神王 虽然继天形杀不了他 却有绝对的把握能杀掉赤霞 继天形沉默了 不再跟波热神帝争论 神色默然地继续施法进攻 波热神帝的压力越来越大 赤霞神王的伤势也越来越重 逐渐失去了战斗力 他已经无力在施法抵挡计天形的进攻 甚至连封天大阵和诸天剑阵的威力都抵挡不住 最多在有百席时间 波热神帝便护不住他了 届时 他并会在漫天神术光影中粉身碎骨 当然了 波热神帝也考虑过 把赤霞神王收进他的神器中 由他跟济天形单打独斗 但济天形早就防着这一手 始终压制着波热神帝 让他无法分心 若他敢强行开启神器的内部空间 把赤霞神王收进去 那他必然会露出更大的破绽 被济天形趁虚而入 进而被重创 甚至有性命之忧 如此情况下 波热神帝越来越焦急无奈 便满腔愤怒地贺问道 龙天 你当真要对我们师徒赶尽杀绝吗 你要找本地报仇 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 本地无话可说 但赤霞和错之友 当年的事 与他没有半点关系 既天形沉默不语 继续施展各种神通绝技 不断攻击师徒二人 几个时辰之前 左元帅和石元帅便怀着忐忑的心情 耐心等待着波热神帝的归来 他们预估着波热神帝路过七月山之后 再有一个时辰便能抵达舰队 但一个时辰过去了 北方的天空中却始终没有出现神剑的踪影 左元帅和石元帅 还有翘首以带的二十多名神江门 都有些疑惑不解 众人都猜测着 是不是时间计算出现了偏差 又或者 神帝的坐舰在途中耽误了一点时间 还有可能是 神帝大人按捺不住怒火 杀进七月山 对付清月堂的人去了 这三种猜测都有可能发生 但众人无法确定 便只能继续等待 并默默祈祷着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很快 又是一刻钟过去了 以波热神帝作舰的速度 哪怕途中有些耽搁 时间有些偏差 如今也应该到了 但波热神帝和赤霞神王仍然没有归来 十元帅 左元帅和众多神将们慌了 第三种猜想一直在众人的脑海中盘旋 挥之不去 大家聚在一起 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 便愈发确定 神帝大人多半是杀进七月山 覆灭清月堂去了 以波热神帝的秉性 肯定对清月堂恨之入骨 而且 他是至高无上的神帝强者 有足够的实力对付清月堂 练及于此 众多神将都热血沸腾 满腔期待 在他们的心目中 波热神帝就是他们最大的倚仗和靠山 也是强大和无敌的象征 之前他们被清月堂欺压时 就无数次幻想过 若波热神帝坐镇舰队那该多好 心而易举地覆灭清月堂 如今 波热神帝终于归来 要帮将士们报仇血恨 去踏平清月堂 众人怎能不激动 神将们一激动 就纷纷怂恿两位元帅 带领舰队去支援 给波热神帝助威 即便大多数将士都在休养疗伤 但还是有一部分充当护卫的将士们 可以驾驭神剑 到时候去攻打清月堂 将士们不必出战 只需操纵神剑进攻 帮波热神帝助威就够了 毕竟 主帅都亲自上阵厮杀了 麾下的将士们怎么也得跟着冲锋 否则 等波热神帝踏平了清月堂 麾下的舰队却没有任何反应 那定会惹怒神帝大人 二十多位神将的提议很有道理 让两位元帅有些动摇 他们不敢擅自做主 便发出传讯预解 询问波热神帝的意思 需不需要舰队去助威 然而 两位元帅先后发出三道传讯预解 却都如石沉大海 要无音讯 这让两位元帅和众多神将们顿时就慌了神 愈发确定他们的猜想 波热神帝绝对是在进攻清月堂 才没有时间回复讯息 于是 两位元帅不再犹豫 连忙召集二十多位神将 分别指挥数十名将士 操纵各艘战舰 片刻功夫 五十艘战舰组成的舰队 便在两位元帅的带领下 直奔七月山的方向而去 途中将士们都热血澎湃满腔期待 他们幻想着波热神帝正在打开杀戒的场景 七月山被摧毁成废墟的景象 都感到十分解气 操纵神剑的将士们 不断加快速度 只为了尽快赶到七月山 以免错过了好戏 大家都心知肚明 或许他们参战了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但他们一定要表明态度 给神帝大人撞声势 最重要的是 将士们都想亲眼看到 清月堂被覆灭的残景 约末半个时辰之后 舰队才走完一半路程 离七月山还有五百万里之遥 这时 两位元帅和众多神将们 却看到前方的天地间 有一座方圆三万里的大镇 那应该是一座封印大镇 半圆形的五彩光照 倒扣在大地上 不断汲取四面八方的天地之力 那座大镇的品级极高 释放出恐怖害人的镇压力量 且蕴含着难以言喻的神威 虽然 众人看不到封印大镇里面的情况 但大镇里光滑闪耀 且不断有沉默的巨响和爆炸声传出 两位元帅和众多将士们经验丰富 立刻就能断定 大镇之中定有强者在厮杀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有人在此布下大镇 与人厮杀 看那座封印大镇的品级 显然已经超过了王级极品 且蕴含着一缕天道威压 所以 那必然是神帝强者布置的大镇 两位元帅对视一眼 都意识到情况不妙 满腔忧虑地皱起了眉头 神帝强者布置的大镇 神帝大人刚从空明神殿返回 不久前才路过此地 这座大镇绝不是他布置的 所以 这就只有一种可能 是空明神殿的神帝强者 在此布置大镇 伏击神帝大人 第4495章送人头 左元帅和十元帅都是巅峰神王 战斗经验很丰富 眨眼间 他们就通过前方那座大镇 分析出了真相 于是 两位元帅的新树帝提了起来 表情也变得凝重了 可恶 空明神殿怎么会派神帝强者 提前在此设下埋伏 袭击神帝大人 我明白了 我们与清月堂打的两败俱伤 神帝大人不愿再加入空明神殿 便导致空明神殿的愤怒与不满 既然不能收复神帝大人 且双方结下了仇怨 那空明神殿就选择先下手为强 想铲除我们 果然不愧是一方霸主 空明神殿如此行事 确实够强硬霸道 我们还愣着干什么 必须倾尽全力地攻破那座大镇 帮神帝大人解围 神帝大人绝不能有事 否则我们失去了领袖和靠山 就是任由宰割 随时会被空明神殿捏死的蚂蚁 两位元帅简单地商议两句 便达成了共识 立刻下达命令 让舰队排列战阵 全力攻击那座封印大镇 修修修 五十艘战舰很快就排列好阵型 同时开启神炮 释放出漫天神力光柱 数以千计的光柱 吸着毁天灭地的威力 轰然击中了那座封印大镇 砰砰砰 砰隆隆 只听得震耳欲聋的剧响声接连爆出 在天地间回荡不休 五十艘战舰同时释放的光柱 狠狠轰在那座封印大镇上 竟然没什么破坏力 五彩光照只是震荡了数十下 荡起层层连衣和波纹 连一道裂痕都没出现过 如此强悍的威力 更印证了众人的猜想 那就是一座地级大镇 殿级于此 两位元帅和众多神将们 内心都有些焦虑 理智告诉众人 凭这些将士和战舰的力量 根本不足以撼动那座地级大镇 但他们作为波约神帝麾下的将士 明知波约神帝遭遇埋伏 正在大镇中与强者厮杀 绝不可能袖手旁观 哪怕明知徒劳无功 他们也必须倾尽全力 想尽一切办法 帮助波约神帝对付强敌 两位元帅并不气馁 再次下达命令 指挥所有的战舰全力进攻 轰轰轰一道又一道神力光柱 迸发着耀眼的火焰 以无可匹敌之势 轰击着那座封印大镇 两位元帅和二十多位神将都想明白了 哪怕他们的攻击不能破掉那座封印大镇 至少也能抵消大镇的一部分威力 如此一来 也能为波约神帝减轻一些压力 或许就能帮助波约神帝战胜强敌 事实上 众人的想法并没有错 正在大镇中厮杀对战的季天行 波约神帝和赤霞神王 发现大镇外舰队进攻时 反应各不相同 季天行先是皱了皱眉头 但察觉到舰队进攻的威力并不大 只能轻微影响封天大镇的威力时 眉头便舒展开来 甚至 他立刻生出了另一种想法 嘴角便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冷笑 而波约神帝和赤霞神王的反应 却截然相反的 两人察觉到有舰队在进攻封印大镇 立刻就反应过来 是两位元帅带领舰队来增援了 仕途两仙是心中一喜 暗自松了口气 太好了 我们延误这么久都没回到舰队 两位元帅终于察觉到异常 赶过来支援了 但他们随后就察觉到 仅剩50艘战舰的舰队 进攻的威力实在太弱 根本威胁不到既天行布置的大镇 赤土二人心中的希望 立刻就落空了 哪怕舰队来支援了 也救不了他们 随后 波约神帝又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虽然剑神杀不了他 却能诛杀赤霞神王 至于大镇外面的50艘神剑 若剑神稍微费些心思和手段 也能将其重创和覆灭 到那个时候 便如同剑神所说 他真的要成为孤家寡人了 念及于此 波约神帝的面色斗变 露出了浓浓的焦急之色 他很想对两位元帅下达命令 让他们不要添乱 立刻带领舰队离开此地 躲得越远越好 但很可惜 之前两位元帅发送的传讯预解 他都无法接收和查看 如今他被既天行压制着 更无法给两位元帅传讯 就在波约神帝心忧如焚 却又一筹莫展之际 既天行忽然使出了绝学神通 持方绝影 他终于抛弃了飞扬神王的神区 现出了本来面目 而且 他浑身亮起耀眼的神光 瞬间变成九道分身来 总共十个一模一样的 既天行出现在大镇中 都持着藏天剑 嘴角情着一模冷笑 虽然 既天行的这些分身 只有他一半的实力 但也是准地极强者 既天行的本尊和一道分身 联合起来对付波约神帝 另外两道分身 联手对付赤霞神王 至于剩下的六道分身 则操纵封天大镇 联手杀象大镇之外的舰队 看到这一幕 波约神帝的面色巨变 双目瞪大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 不 很可惜 波约神帝被既天行和一道分身压制着 再也无法脱身 连赤霞神王都保不住 至于赤霞神王 和大镇之外的五十艘战舰 波约神帝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在既天行的分身围攻之下 快速出现伤亡和瓦解 碰碰碰碰 扑 既天行的两尊分身 连手围攻赤霞神王 不出三招就把赤霞神王 打得蹊跷喷血 当场昏死过去 随后 他的神区在漫天见光 法则河道运之中 怦然碎裂成鸡粉 化作星星点点的神光 消散于天地间 赤霞神王的神区被摧毁了 仅剩下一枚有裂痕的神格 漂浮在天空中 他的神格遭到重创 意识已经昏迷了 波热神第五笔交集 立刻施法抢搏赤霞神王的神格 但既天行的分身快塌一步 将赤霞神王的神格收入囊中 随后 那两道分身和另外六个分身一起 联手屠杀大阵外面的舰队 轰隆隆 弄插 弄插 封天大阵释放出漫天光柱 狠狠轰击在众多战舰 八个既天行的分身 散落在舰队四周 纷纷挥动神舰 不断斩碎一艘又一艘神舰 左元帅和石元帅 还有众多神将们 望着突然出现的剑神分身 全部都傻眼了 第四千四百九十六章全完了 两位元帅和众多神将们 一直以为在此埋伏波热神帝的 是空明神殿的神帝强者 然而 当对方冲出封印大战 向他们痛下杀手时 他们才看清罪魁祸首的模样 实在太害人了 竟然是谁都预料不到 无法想象的那个人 剑神 两位元帅和众多神将 当场就蒙了 傻眼了 他们根本反应不过来 也想不通 远在神界的剑神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 还提前在此布下了陷阱 于此关键时刻埋伏波热神帝 更可怕的是 剑神本是巅峰神亡 怎么突然变成了神帝强者 就在两位元帅和众多神将愣神的时间 既天行的八道分身 已经斩杀了大批将士和神剑 至少有三千多名将士 还在神剑中闭关疗伤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稀里糊涂的丧命了 十几艘神剑被劈得粉碎 化作无数碎块残骸 散落在大地上 两位元帅这才反应过来 满腔惊恐地呼喊着 下令让将士们撤退 剑神的分身如此强悍 对付众多神剑和将士们 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如此紧要的关头 两位元帅当然要保存实力 再也顾不上增援波热神帝了 刷刷刷 幸存的三十多艘神剑 接到命令后起刷刷地掉头 朝着南方飞去 祭天行的八道分身 立刻纠缠着众多神剑 展开了追杀 剑队还没逃出多远 又听到一阵轰隆隆 和弄插弄插的破碎声 又有几艘神剑被斩的支离破碎 变成漫天碎片残骸 连带着神剑里的 一千多名将士们 也被无情地轰杀 大多都灰飞烟灭了 随着时间流逝 剑队拼命地逃窜 却始终无法摆脱 祭天行的八道分身 一艘又一艘神剑被轰杀 战剑和将士的数量锐减 两位元帅和众多神将 也吓破了胆 满腔绝望 若是平时 他们还能心存希望 幻想着波热神帝来救他们 可现在 波热神帝还被困在 那座封印大阵里 尚不清楚处境如何 剑队唯一的靠山和倚仗 都自身难保 还有谁能拯救他们 正因如此 两位元帅和众多神将们 才感到深深地绝望 很快 一刻钟过去了 祭天行的八道分身 追杀剑队数十万里远 成功覆灭了所有神剑和将士 当神剑之圣最后两艘时 两位元帅和几位神将彻底绝望 便高声呼喊着 要向剑神投降 为了活命 他们别无选择 但是 既天行的八道分身都默不作声 继续施法围攻 渐渐神不接受他们的投降 两位元帅和众多神将都悲愤莫名 只能选择自曝 跟剑神的分身同归于尽 在十分悲壮的气氛中 两艘神剑启动了自毁的神阵 两位元帅和众多将士们 也发动了自曝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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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天动地的巨响声爆出 随后便是一连串的爆炸声 在天地间激烈震荡 传出十几万里远 一团又一团璀璨的神光 如同蘑菇云一般升空 释放出毁天灭地的威力 席卷方圆十万里 两艘神剑和众多将士们一起自曝 威力究竟有多强大 谁也无法准确估算 但方圆十万里的天地 瞬间被轰成废墟 所有的山川和月都化作积粪 这片区域成了一片荒漠 这天蔽日的烟尘和神光 持续了很久才逐渐消散 至此 波热神帝的剑队彻底覆灭了 两位元帅和几位神将 还有众多将士们 都以为他们死得其所 至少能跟见神的几道 分身同归于尽 但实际上 在他们发动自曝那一刻 即天行的八道分身就察觉到危险 提前撤离了 八道分身向四面八方瞬移 眨眼间就退出几万里远 当两艘神剑自毁 两位元帅和众将士们 自曝的威力扩散开来 八道分身已经退出七万里远 即便他们都被 那毁天灭地的冲击坡扫中了 但他们离得较远 且早有防备 自身实力又很强大 因此 众人并未受到太大的伤害 只是受了些轻伤 便成功撤离自曝的区域 诸天剑阵之内 赤霞神王的神区早就被毁 仅剩重伤昏迷的神阁 也被济天行抢走了 不惹神帝怒及攻心 脸色一片煞白 也不再保存实力 不顾一切地展开反击 但济天行和另一道分身 始终压制着他 不断消耗他的神力 让他的伤势越来越重 没过多久 他隐约听到大震之外 南方传来一阵沉闷的声响 他忽然心有所感 脑海中生出一丝明雾 整个人都愣住了 身躯也有些僵硬 他感应到了 那是几艘神剑和众多将士们 自爆的动静 这无疑表示 他的舰队被逼到 山穷水尽的地步 只能选择同归于尽 不论神剑和将士们的自爆 能否对剑神的分身造成损害 他麾下的舰队就此消亡 彻底成为历史 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无尽的愤怒 浓浓的绝望涌上心头 让不惹神帝的脸色更苍白 忍不住喷出了一口鲜血 噗 完了 本帝千年积累的心血 全都完了 不惹神帝的脑海中 只剩下着一个念头 趁着他失魂落魄之际 祭天行并未停止进攻 与分身左右夹击 斩出几道神圣之剑 淹没了不惹神帝的身影 砰砰 温响声中 不惹神帝避之不及 被九道剑光击中 护体神光被斩破 闷横一声倒飞了出去 他身上在天几道伤口 浸出了烟红的鲜血 竟湿了长裙和披风 胸口和肩膀上的伤口 缭绕着一缕缕五彩光晕 经久不消 那是祭天行的道运 给他造成的伤口 都留下了道痕 这种伤被称为道伤 极难恢复和治愈 道伤的出现 进一步压制波热神帝的力量 影响他体内神力的流转 让他的战斗力进一步下滑 尽管他反应过来 打起精神迎战 专注地抵挡祭天行进攻 却已经难以扭转局势 时间悄然流逝 半刻钟后 波热神帝的伤势更重 浑身的道伤多达十六道 这个时候 祭天行的八道分身赶了回来 第四千四百九十七章了断恩怨 祭天行的本尊 就足以压制波热神帝 再加上他的一道分身 就能将其打伤 可想而知 他的八道分身赶回来加入战斗 波热神帝的处境和其惨烈 祭天行和九道分身联手围攻波热神帝 更显得他是单力薄 岌岌可为 这一次 波热神帝才是真正地绝望了 祭天行全程神色冷漠地进攻 一言不发 眼神冰冷的不带丝毫感情 波热神帝心中有无尽怨恨和不甘 但不愿宣之于口 也是紧抿着嘴唇 倾尽全力的反击 但他终究敌不过 祭天行和九道分身 被打得节节败退 不断露出破绽 伤势越来越重 不久之前 他还对祭天行说 他是神帝出境 立于不败之地 哪怕祭天行能压制他 却无法打败他 更不可能杀掉他 但现在 局势完全不同了 结果也会有不同 事实证明 在祭天行的身上 尝试和尝离都是无用的 又是一刻钟过去了 不惹神帝的伤势惨烈到极致 真正是遍体鳞伤 浑身都被五彩光云笼罩了 足足六十四条道伤 固满了他的身躯 全面压制着他的实力 他额头拼命冒着冷汗 脸色苍白如指 开始痛苦地喘息 每一次运转神力 每一次施展神通秘法 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他的反应也越来越迟缓 力量愈发孱弱 终于祭天行和九道分身联手 同时施展合集剑法 刺出开天辟地的剑芒 同时击中了不惹神帝 喷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 他的护体神光彻底爆碎 使道剑光同时洞穿他的身躯 刺进了他的心脏 扑 不惹神帝的身躯犹如石化了一般 当场僵住了 口中也喷出一道血剑 他败了 终究是摆在了祭天行的剑下 汹涌澎湃的道运 涌入他的体内 封印了他的神躯和脑海 包裹着他的神格 不惹神帝万念俱灰 带着无尽的不甘和怨恨 昏迷了过去 九道剑光同时消散 不惹神帝也闭上了双眼 身躯缓缓地倒下 坠向废墟般的大地 但继天行用意念操纵天地之力 凝结一道浅白色的水波纹 接住了昏迷的不惹神帝 他竟静地躺在水波纹上 再也没有了生息 按理说 他穿着红色长裙和紫色披风 浑身鲜血淋漓 披头散发的模样 应该十分狼狈和淒厉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一圈圈水波涟漪中 哪怕他昏迷地躺着 姿势也尽显优雅 浑身的伤口并未愈合 却不再流出鲜血 被朦胧的五彩道运包裹着 他浑身的血迹在消退 整个人都笼罩在五彩光云中 脸颊依旧苍白如指 却显得格外静谧 刷 祭天行心念一动 收回了九道分身 顿时 十道身影重合 只剩他自己 他缓缓跺步 右手握着藏天剑 走到波热神帝的面前 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昏迷的波热神帝 冷漠的脸庞逐渐舒展开来 变得平静自然 自从他与波热神帝相识至今 这还是他第一次 见到波热神帝这般姿态 不知为何 他打败了波热神帝 心中却并无欣喜和激动 反而心情有些复杂 他默默地注视着波热神帝 脑海中思绪万千 又涌现出了很多回忆 纵观他与波热神帝 长达一千多年的相识经历 其中的点点滴滴 所有的事情归纳起来 其实非常简单 用四个字盖瓜 就是由爱生恨 当然 那是波热神帝对他 除此之外 两人之间再无别的仇怨和曲折 也正因如此 哪怕既天行把波热神帝 打得重伤昏迷过去 也丝毫没有成功复仇的 快感和成就感 沉默两久 他叹息一声 收敛了思绪 右手缓缓抬起葬天剑 指着波热神帝的眉心 他的眉心处 那颗朱砂般的红豆依旧亮丽 只要他这一剑刺下去 便可洞穿他的脑海 击碎他的神格 届时 波热神帝定将陨落 一切皆修 但藏天剑悬在半空中 虽无半分战斗和迟疑 却始终不见动作 挨 实习之后 既天行神色复杂地叹息一声 终究是收回了藏天剑 他双手掐着法绝 凝结天道法印 打出八十一道法印 笼罩波热神帝的身躯 他把波热神帝封印了 装入九天石掘塔的第九层 放置于无尽坟天火海中 不再理会 当然了 这么做只是封印波热神帝 那涅槃神火和坟天之言 并不会焚毁他的身躯与神格 他毕竟是神帝强者 除了直接毁灭他的神格 其他办法都无法将其杀死 封印了波热神帝之后 济天行再次施法 撤掉了诸天剑阵和封天大阵 修 修修修 四面八方的废墟中 有三百多道神光从地底飞出 纷纷会聚到济天行面前 那是三百多剑王及上品的神器 之前他布置两座大阵石 充当阵机所用 待济天行收回所有的神器 方圆三万里的战场 已经变得一片清明 天地之间 仅上数万里荒土废墟 他环视四周 神色淡然 无悲无喜 竟然还觉得有些疾疗 对于波热神帝 他的仇已经报了 接下来 他准备离开空明神殿的势力范围 去找另外四个神帝报仇 不过 正当他准备离去之际 却忽然心有所感 脚步定格在原地 缓缓扭头望向西北方 尽管 他的目光镜头 只是一片朦胧模糊的山脉黑影 但他的神是能感应到 在十万里距离的镜头 有一道气息若隐若现 那道气息就像是一双眼睛 犹如天地之眼 俯视着辽阔大地 之前的厮杀大战 还有他的所作所为 一切都被那双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既天行心中警惕 自然能分辨出那道气息的主人 绝对是神帝强者 而且 实力境界远超过他 至少是神帝中静 赤空明神殿的某位殿主 既天行立刻就有了判断 猜到那道气息的身份 之所以是某位殿主 是因为他确定 那不是二殿主 当初他冒充飞扬神王 跟着赤霞神王和波耳神帝 前往西岳山 心眼见过二殿主 能辨别出二殿主的气息 第4498章四殿主的来意 既天行之前就猜到了 波耳神帝不能加入空明神殿 富气离开 若空明神殿的掌权者不笨 就肯定会派一位神帝进的殿主 暗中跟随着波耳神帝 这位殿主既要负责安抚七岳山 处理后续事宜 还要能压制波耳神帝 以防波耳神帝报复 既然排除了二殿主 既天行猜测大殿主 不会轻易离开空明神殿 那就只剩下三殿主 四殿主和五殿主 五殿主最年轻 实力抵运也相对薄弱一些 既天行相信空明神殿 最合适的人选 应该就是三殿主和四殿主 当然 根据他所了解到的资讯 不管三殿主还是四殿主 都是神帝中敬的实力 至少凝练了四条道运 既天行能打败凝练 三条道运的波耳神帝 是因为他提前二十多天 在此布下了陷阱和埋伏 另外 波耳神帝的实力抵运较弱 且面对他时心境难以平复 始终有破绽和弱点 以上种种原因 才让他顺利打败波耳神帝 但是 面对空明神殿的三殿主或四殿主 他却根本没有胜算 更何况 他尚不清楚那位隐藏于暗中的殿主 究竟有何来意 不论如何 对方没有主动现身或出手 既天行便不想理会 他和空明神殿之间并无瓜葛 也无仇怨 当然不必要浪费时间 刷 既天行转身飞向西南方 一步万里的快速离去 然而 当他转身飞走后 却感应到那位店主的气息 正在快速跳跃着接近 那位原店主每次气息闪烁 都会跨越三万里 一路顺移而来 既天行不清楚对方的来意 当然要保持警惕 加快速度飞走 甚至 他也不惜耗费大量审力 在天空中拼命顺移 只可惜 受起源新的法则限制 他每次最多顺移万里远 而那位还没现身的店主 每次顺移却能跨过三万里 结局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短短实习之后 那位店主就追上了既天行 刷 晨光一闪 四店主跨越三万里天空 出现在既天行的前方 拦住了既天行的去路 既天行知道 对方的速度比他快多了 继续换方向飞走也没什么意义 仍然会被对方追上 于是 他索性停下脚步 站在天空中 与对方保持千里之遥 面无表情地对视着 四店主是弟弟道道的荒足生灵 身高胀瑜 体型云称偏瘦血 浑身布满了暗金色的细鳞 如蛇又如龙 他双肩稍宽 五官轮廓较深 额头有一根凸起的脚 像是菱形的金石一般 闪烁着暗红的光芒 他穿着一身暗紫色的华丽长袍 头戴着一顶王冠 腰间悬着一把两尺掌的短刃 如此明显的特征 让人很好辨认 既天行眼神默然地凝视着他 主动开口问道 阁下是空明神殿的哪位店主 四店主挑了挑眉头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达到本地排行第四 正是大家所说的四店主 既然你已经猜到本地的身份 想必你也应该清楚本地的来意吧 既天行皱了皱眉 与其默然地说道 四店主意愈何为 本地又怎会知道 这次轮到四店主皱眉了 嘴角的笑意也变成了冷笑 道原本 波热神帝和他麾下的舰队 加入我们空明神殿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没想到 中途出了意外 闹到今天这般田地 若本地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你的手笔吧 既天行表面不动声色 心中确实暗自惊讶 四店主一直躲在原处 暗中观察这里的厮杀大战 按理说 四店主不可能知道内情 最多认为他跟波热神帝有仇 故意在此伏击波热神帝而已 但他没想到 波热神帝只凭一些蛛丝马迹 就能猜到内幕 着实让人有些惊讶 既天行念不改色地说道 四店主误会了 本地只是跟波热神帝有仇怨 在此设服截杀他而已 至于波热舰队和空明神殿的事 本地并不知情 也从未插手过 四店主脸上的冷笑之色更甚 与其信念的道 呵呵 你否认也没用 无非是觉得你害死了七月山 那么多子民 又让整个波热舰队覆灭 坏了本店的大事 害怕遭到本店的报复 可事实上 本地现身了 既然没有对你出手 还能跟你说这么多 就证明你无需担心 既天行顺着他的话 继续往下说道 既然四店主不打算为难本地 那就恕本地不能奉陪 先走一步了 唉 四店主见他做事要走 便横跨一步 伸手拦住他的去路 笑着道 从见到你那一刻起 本地就觉得你与本店有缘 虽然 你的阴谋害死了七月山的一万多个子民 也让整个波热舰队覆灭 更是破坏了本店的全盘计划 但本地可以向你保证 并不追究你的罪责 不仅如此 本店向来仁慈广博 愿吸纳各族精英 培养天下英才 尤其是你这样的不适之才 本店更是求贤若可 其实 四店主没有动手 也不提为清月堂报仇的事 既天行就猜到了四店主的用意 没想到 他果然猜对了 四店主竟然想招纳他进入空明神殿 不等四店主的话说完 既天行就白手打断了 道 四店主误会了 本地资质平庸 与空明神殿也没什么缘分 请四店主不要在本地身上浪费时间 本地心意已决 另外 若四店主担心本地在此活动 会威胁到空明神殿的利益 那本地就此离开 绝不会再出现在空明神殿的势力范围内 既天行已经看出来了 空明神殿表面仁义道德 好似纯良 实际上 阴谋算计和各种霸道手段 空明神殿一个也不缺 他不想跟空明神殿纠缠 所以果断拒绝了 但四店主不会轻易放走他 轻笑着道 你自治平庸 区区神帝出境 才凝聚一条道运 竟能打败凝聚三条道运的波热神帝 你孤身一人 利用阴谋诡计 不但破坏了波热神帝和本殿的计划 还负面了整个波热舰队 年轻人 你若是资质平庸 那这世上就没有天才了 第4499章直尺天涯 原本 既天行觉得空明神殿煞费苦心 也要让波热神帝及其舰队加入 是为了扩充势力 毕竟 喜元星上有好几个神殿势力 或许彼此间也有竞争和矛盾 不只是空明神殿 可能每座神殿都会想方设法地增强势力 但是现在 波热神帝已经被打败封印 波热舰队也全军覆没了 刺殿主非但没有出手对付他这个罪魁祸首 还动了收服他的心思 这就让既天行不得不怀疑 空明神殿先吸纳波热神帝 现在又想收服他 究竟是为了扩充势力 还是有其他目的 念及于此 既天行也不遮掩 直接开口问道 空明神殿收服波热神帝 倒是很好理解 毕竟波热神帝的实力不俗 麾下还有十万将士 拥有很强的战斗力 可本帝孤身一人 不知四殿主为何邀请本帝加入空明神殿 此来想去 本帝对空明神殿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吧 四殿主轻笑着道 既然阁下想过这个问题 那就说明我们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虽然 热热神帝和他麾下的舰队 确实是本殿的第一目标 但本殿吸纳他加入 并不只是为了扩充势力 在本帝的眼中 一个你这般妖孽的天才强者 仍比他和他的舰队更重要 既天行挑眉 神色平静地望着四殿主 说道 可是 你仍然没有告诉本帝 为何邀请本帝加入空明神殿 四殿主心之肚明 像既天行这样的强者 心机和城府很深 绝对无法用三言两语骗取信任 与其夸夸其谈 还不如坦诚直接一点 或许还更有效 想到这里 四殿主收起了笑意 正色说道 实不相瞒 本殿一直在寻找天赋杰出的生灵 无论任何种族 只要是天赋异禀 资质超群的天才 都有可能帮到空明神殿 至于能帮到本殿什么 以及为何能帮助到本殿 这个问题本帝还不能回答你 只有等你加入空明神殿之后 这些秘密才能为你解开 当然了 你和波惹神帝的待遇一样 神殿会册封你为六殿主的 毫无疑问 四殿主的言语和态度比较真诚 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让 祭天行加入空明神殿 祭天行也相信 四殿主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但他只是想知道 空明神殿遇到了什么问题 竟然需要帮助 四殿主提到的秘密 似乎有些神秘和重要 也让他很感兴趣 可四殿主说明了 他若想知道这些秘密 前提是加入空明神殿 因此 既天行宁肯不再探究 这些秘密和问题 也绝不可能加入空明神殿 抱歉 既然你不肯说出原因 本地只能认为你没有诚意 一个没有诚意的邀请 自然没有半分吸引力 祭天形象性四殿主会保守秘密 绝不肯轻易吐露 便以此为借口拒绝对方 果然 四殿主的脸色有些阴异 双眸中闪烁着寒光 本地已经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也给你许诺了相应的地位和待遇 没想到 阁下还是如此明顽不灵 看来是没把本殿放在眼里 既天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道怎么 软得不行就来硬的 谈判不成就要动手 终于原形毕露了 四殿主冷恒一生 浑身涌出震折天地的威势 还有汹涌澎湃的压迫力 是你这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 本地给你脸 你却不要脸 既然如此 那本地只能打败你 将你押回神殿去 随着四殿主的话音落下 他体内涌出无穷无尽的神力 向四面八方扩散 连通数十万里天地 顿时 他浑身一跑骨荡 周围几万里天地都狂风炸起 穷魂壮阔的天地神力 快速凝聚增强威力 结成无形的大手 狠狠镇压着寄天行 四殿主自食身份 不会一上来就把刀出手 而是先展现神帝忠敬的威势 镇折寄天行之后 迫使他主动认输 尽管四殿主口口声声说 寄天行是他生平警戒 堪称妖孽的天才强者 但实际上 他仍然低估了寄天行的实力 寄天行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 不跟四殿主拼死搏杀 而是设法摆脱其纠缠 所以他表面上跟四殿主谈判 其实是在拖延时间 暗中积蓄力量 当四殿主操控天地神力 积蓄庞大的天地神威 对他进行镇压之际 他毫不犹豫地转身逃了 直尺天涯 迫于形势 寄天行利用积蓄到顶点的力量 借助天地之力 使出了最近琢磨的一招神通秘法 自从他把五行世界送回原位 三星归位之后 他不仅突破到神地境 自身也有了巨大的改变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他能与世间任何星辰 轻松地融合 其次就是 他可以顺畅利用天地之力 发挥出远超同境界的威力 这招名为咫尺天涯的神通 便是他最近琢磨出来的引盾之法 此法施展出来 可以在瞬间转换位置 借助天地之力进行摩移 短则八到十万里 长则数十万里 表面听起来 这跟神王门惯用的顺移很像 但瞬间移动是借助空间神力 起源心的空间太过牢固 神王强者在此无法顺移 只有神帝才能做到 而且距离也有限制 既天行自创的这招指尺天涯 却是另辟蹊跷 他不去借助空间之力 而是以类似遁地的形式 瞬间摩移了十万里之遥 西欧未等四殿主积累的天地神威降下 既天行浑身金光一闪 已经消失在原地 下一杀 他便出现在十万里之外的某座山巅 刚才还自信满满 气势威严的四殿主 当时就傻眼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凝练了一条道运的出境神帝 竟然能顺移十万里 哪怕是他这位神帝忠敬的强者 都无法做到 这太不可思议了 四殿主愣了片刻 心中充满了震撼 双眼也瞪大了 不过 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连忙压下满腔震惊 急忙瞬移去追杀既天行 一边瞬移赶路的同时 他心中还在默默想着 本帝没有看错 此子果然是万中无疑的绝世奇才 无论如何 本帝都要让他为神殿所用 第四千五百章重视 既天行打败般若神帝 覆灭般若舰队 表现得已经很惊艳了 如今 他又展现出如此惊人的天赋和手段 更让四殿主内心震撼 同时 四殿主也愈发坚定决心 哪怕是用榜的 也要把既天行押回空明神殿 空明神殿要寻找的人 本就应该是与众不同 格外妖孽杰出之人 之前招揽般若神帝及般若舰队 一是空明神殿想观察 不惹神帝 是不是合适的人选 而来 空明神殿也愿意耗费更多的时间 从不惹舰队的十万将士里面寻找目标 但既天行的出现 让四殿主觉得 不惹神帝及其麾下的十万将士 都没有太大的价值了 跟既天行相比 不惹神帝和那十万将士 都不可能是他们要找的目标 唯有既天行 更符合他们的标准 唰 唰 四殿主在天空中快速瞬移 每次身影闪烁都能跨出三万里 急速追赶既天行 虽然 既天行利用直尺天涯的神通 率先拉开了十万里的距离 但他施展一次直尺天涯 神力消耗极大 短暂的时间内无法施展第二次 再者 四殿主瞬移赶路的速度比他更快 随着时间流逝 两人之间的距离在不断拉近 如果局面持续下去 四殿主很快就会追上他 很快 二十席时间过去了 四殿主逐渐追上了寄天行 两者之间距离不足千里 眼看着四殿主就要出手 再次施展神通秘法 即使不能打伤寄天行 也要拖慢他的速度 将他留下来 围急关头 寄天行再次爆发力量 又施展了咫尺天涯的绝技 西欧只见得神光一闪 寄天行的身影当场消失 下一杀 他又抹一十万里之遥 出现在南方十万里外 四殿主皱起眉头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脸色愈发凝重 寄天行能施展一次咫尺天涯 已经是出乎他的意料 如今 寄天行能在短短二十多席之内 连续两次施展这招神通 更是超出了四殿主的预料 这也更让他看到了 寄天行的无穷潜力和天赋 本地已有六七成的把握 或许我们空明神殿要找的人 就是他这种妖孽 四殿主不敢肯定 寄天行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但他可以确定 空明神殿要寻找的天赋一柄 绝世奇才 必定是寄天行这样的 于是 他继续保持一步三万里的速度 向南追赶寄天行 同时 他还不忘拿出传讯预解 给大殿主回复讯息 传讯的内容很简单 先是汇报了波尔神帝 及其舰队的下落 然后再着重描述寄天行 事实上 四殿主抵达七月山之后 根本没有露面 也没有做出任何部署和安排 就离开了七月山 他本是暗中跟随波尔舰队 想看到波尔神帝回到舰队 再返回七月山去做部署 但他没想到 还有意外之喜 竟然在半途中 看到了 祭天行伏及波尔神帝的好戏 因此 他向大殿主汇报的消息里 关于七月山的内容很简短 主要内容就是描述 祭天行的妖孽天资 次殿主相信 大殿主看完传讯之后 并会对祭天行无比重视 一定会派更多的强者来协助他 把祭天行抓回空明神殿 很快 两人又追逐了三十席时间 他俩已经飞出百万里之遥 远离了之前那片战场 祭天行正飞过一片丛林上空时 四殿主又追了上来 离他仅有千里 这一次 四殿主满怀期待 很想看看祭天行是否能 第三次使出咫尺天涯 若是祭天行表现得更加妖孽 他便会认定 祭天行或许就是空明神殿要找的人 然而 祭天行已经连续两次施展咫尺天涯 神力消耗很大 神区也达到了极限 若是再次施展咫尺天涯 他也能勉强施展出来 但神区和神阁都没有缓冲的余地 并会受到损伤 他心知肚明 想甩掉四殿主是非常困难的 接下来 恐怕两人之间必有一场恶战 才能摆脱困境 所以 祭天行不再施展咫尺天涯 而是果断停下来 使出十方绝影的神通 反过来包围了四殿主 刷刷刷 一阵耀眼的神光闪过 九道分身出现 加上祭天行本尊 总共十道身影分散在天空中 结成一个包围圈 没有多余的废话 祭天行和九道分身同时施法 联手结成战阵 操控天地之力镇压四殿主 且十道身影同时使出剑道绝学 以漫天剑光淹没四殿主的身影 四殿主早就料到 祭天行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肯定会被逼得停下来厮杀 不过 他没料到祭天行还有这一手 竟能变出九道分身 与其协同作战 九道分身如出一彻 没有半点差别 而且都有本尊的一半实力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原本是祭天行独自对战四殿主 如此一来 就相当于五个他联手作战 四殿主一边施展玄妙的神通术法 以天地神力抗衡祭天行的围攻 心中还默默想着 分身之术很常见 往往只有天神和神君才使用 达到神王境之后 大家都会想方设法地炼至身外化身 像他这样把分身之术修炼 到极致 竟是别有用处 能提升数倍战斗力 此此果然妖孽 本帝也得认真些对待了 否则还真有可能阴沟里翻船 让他给逃了 祭天行的种种表现 让四殿主愈发谨慎地对待他 之前四殿主还觉得 或许动用六七成的功力 就足以解决祭天行 但现在看来 他不能麻痹大意 还是要使出全力 砰砰砰 双方施展的神通绝技 在天空中激烈碰撞 传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爆出毁天灭地的冲击波 无数神光碎片 吸着恐怖的冲击力 朝四面八方扩散 将周围的山川和月都以为屏蔽 双方才交手的前十招 既天行和九道分身共同进退 施展的剑道神通都一样 威力果然很强 但他发现一个弊端 四殿主的实力强横 且洞察力超强 很快就看出破绽 找出了应对之法 年轻人的老师 二人的老师 连着 封华 封华 成功